词曲 李宗盛 南无毕鲁侦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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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请放这 之前上的课有问题吗 课本忘了也可以问 好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 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 这个祥湖税模在三十一月 好 那税模呢 是我们说 欲界的众生啊 才设名时税 税是很重要 有人说应该 休息要少睡一点 然后大企业家应该睡少一点 我熬夜干脆就不要睡 各有所需啦 这个大家读书的时候 可能就熬过夜了 或是赶工作 好 但是其实 刚刚讲的 欲界的众生啊 还是要睡 你没睡啊 就很糟糕 好 有一个就 家里有点状况 就忙了 忙忙忙就没睡 没睡之后 一个礼拜之后就 白天啊 他突然不知道做什么事情 就昏倒了 好 这体力不济啊 好 所以 人不是铁打的 你必须要面对 好 我们是血肉之躯 好 该吃 该喝 该睡 好 这个都是必然的 那天也看到一个女生 一直好像很不舒服那种感觉 好 就说你都没有补充嘛 哎呀 都是消耗 没有补充 好 没有那个概念 好 那也有的人就是 给别人灌输一些观念 吃什么会怎样 吃什么会怎样 好 结果什么也没吃 结果身体一直怎样怎样 好 因为没有补充 你光吃三餐啊 有时候消耗的过量的话 身体就附和不了 附和不了 他就有种种的现象 年轻可以 但是容易找衰 还有容易一些症状 好 所以 不管是结婚啊 单身啊 现在虽然单身的多 但是对营养的均衡啊 很必要 好 虽然我们从小都是接触素食 但吃素不是吃酱菜 吃蔬菜而已 我就说上个礼拜 我们有一个小法会 叫便当 通通是蔬菜 我们就跟他反应 要有点蛋白质 你好歹也来个豆干豆腐什么的 所以这个都是要均衡 蛋白质 矿物质 纤维质 这个是吃素必要的 那当然也有人就鼓励说 每天要吃一汤匙的坚果类 很好 吃一汤匙就好 你不要吃一包 有的人都很极端 有一个人见了面 就在磨嘴巴 人家问了 你刚吃什么 我刚吃了一斤柳丁 柳丁吃到一斤 他说 买回去没人吃 不是吃橘子 不是柳丁 他就要拨一拨比较快 你看 这都跟自己过不去 维他命C很重要 吃太多 太凉了 尤其是女重 男重就比较没这些问题 除非他真的是很超 很超 那个很肺劳力 女重的身体 比如说偏寒 然后一动 或是怎样就很容易消耗 所以都要注意自己的 身体的营养状况 还有健康状况 所以 人吃人睡就是福气 当然不要人吃人睡 然后走 变成又另外的状况就不好 好 所以 睡不是怎么罪过 就是你在这个欲介终身 是必须要补充的 但不要为了睡太久 有人就睡觉习惯用闹钟 有的不用 其实我是有闹钟 但都比闹钟早醒 但是你不用闹钟 等一下过了就很麻烦了 对不对 像我这种 礼拜六要六点半出门的 八点半到这边的 如果差一点点 今天是出了一个状况 我在等 每次等的那一家的车子 结果过了四分钟 那个消息说 我们今天车班改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讲 你不要怪我 我没有怪我 我说你要早点跟我讲 我们就秀在那边 是你自己没看 是哦 赶快换对面的车子 赶快过来 差十分钟 被耽误了十分钟 因为我这边过来 这边耽误了 但是这边的车子开比较快 它早五分钟 比平常早五分钟到 虽然被抵律了十分钟的车班 但是它早五分 然后我就走快一点 也不差了 不走快一点也是可以啊 所以说还是很早到 所以说同学到了 我也就到了 这个就是 还是要瞄一下 有时候这个景气不好 车班改变 那个小姐她如果没问我 我真的就吃吃的等 等到七点 我都做六点四十的 就七点 我都临夜找 你找到嘛 放轻松 放来放去 走来走去 楼下顺顺的 楼下三楼有些书啦 或是拿什么东西来回收金书啦 那同学刚刚有说 拿四把伞到那个捷运镇去 跟人家捷远 也很好啊 有的很奇怪 进了她家啥都没有 伞一大堆 你在卖伞 没有啊 出去有时候掉了 出去有时候没带 然后就买买买买买买买 再买一堆 一堆要处理啊 你一堆堆在那边干什么 二三十八三 你们家才两个人 你们干什么 所以很多事情要处理 好 就我们之前想断舍离 当然睡眠也要断舍离 可是要符合你的生理时钟 生理需要 一般是 四个钟头 有的睡四个钟头 六个钟头也不为过了 八个钟头是比较正常 你不要说我没睡八个钟头不正常 也不是看个人需要 看个人需要 你看那个小孩子都睡十二个小时啊 对不对 好 我们还是从头好了 有一次佛陀为帮助弟子们 这好像没想上 为弟子克服难度的习戏 精勤修禁法门 讲了一个故事 是不是第六个故事 对啊 在过去无量节 有一尊古佛叫一切度亡如来 在那坐下有两个比丘 一个叫金进便 一个叫德勒正 他们每天都到一切度亡来听讲法药 这个比较长期的讯息是有必要啦 你说靠自己 那当然你自己的自律 还有这个精进度够 人都是懈怠的动物 之前我没说过 不要去考验 人的某些你觉得他要考验他什么 除非他真的是奇葩 真的是奇葩 你才有办法经得奇葩 不然感情啊 不然什么精进啊 不然的 那古代的鬼谷子 战国时代的鬼谷子的时候 一个人的人格品德 你从他贫穷的时候去考验他 他贫穷会不会 这个也好那个也好 另外就是他落魄的时候 他的品德是不是整个翻转 从两个地方去考验一个人 那一个人如果落魄了就去衰啊 他就抱怨啊 然后不长进啊 然后就这样颓会下去 那就比较糟糕 如果人一个在失败在抵谷 谷底 他能够还很有目标 今天啊 昨天下午跟人家讲国外电话 跟华人讲 那就讲一些 因为他读书嘛 还有一些经济状况 我说人喔 不用显摆白显 或是很夸耀 那个就就不要 你跟谁比啊 你怎么比也比不过人家 对不对 我说那个谁 那天讲那个什么 那个隐心 那个叫谁 香港的一个隐心啊 捐钱捐很多钱 阿周润王 对 你看他捐了几百亿的港币 他所有财产都捐 他不是说留一亿两亿 我们一般人就都有两亿啊 私亿跟回亿嘛 那他通通捐 就回来他走了 通通捐 阿因为他没有小孩 阿这个就是人格嘛 他也不是说 我这么多钱 我就买个豪宅 我就雇个什么司机 我就开个什么好车 他就还是过一般人 坐地铁的这种生活 那为什么还要拍片 他说 这就是兴趣 人是必要的 不要说什么事都没做 然后这边骂大骂小的 好 那这个就是你人生的规划 那鬼骨子就说 从两个地方 你看 人与人之间能够交心的不容易 都是有很多的表象 面具 好 还有 头衔 好 好 那我就跟他讲 好 我刚刚说那个国外电话那个 我就说 有时候 我们低调 好 装穷 因为有人要叫你干什么干什么 人家觉得你很扩 你很有 好 就 表示说 我有时候没这个预算 好 你可以做别的 好 有时候 有人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 接受你的理由 都有强迫 好 人很奇怪 都是 不会尊重人家的意见跟规划 哎呀 赶快参加这个砍砍那个 买这个 买那个 当然在职场上 你就偶尔为之 听说你如果不被排挤的话 你就参加团购是吧 团购就比较认同说 你现在这团的 好 第二段第二行 下面 他们每天都到 这个 一切度王如来天津法药 但是彼此修行的功夫却相差 甚远 经济变美闻符法 总是心开意解 敬盈在得法的喜悦中 很快就得 这个安危业制 安危业制 那 因为这个故事不是很长 我们 就回到 我们来看三十四月 三十四月有两个注解 这个楼下有那个 佛学简 简单的佛学词典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请来看 第一个注解 阿维热制 叫阿彼拔制 叫不退转 叫不退转 不退转是成活的路 是菩萨进阶之名 就是 开始 要开始到菩萨的位阶了 第二个阿托罗 阿托罗就是仁慈 陀罗尼 陀罗尼就是仁慈 仁慈 种种善法 令不善事之意 等下如果碰到 陀罗尼 所以大家不要清楚 陀罗尼被 陀罗尼被 这有人问到往生的事情 最近有人问到往生的事情 他说往生的时候 那个棺木里面如果摆檀香粉 要摆多少 我没有在做这堂 但是尝试好不好 你没吃过什么 也看过什么走路 对不对 所以是尝试 那是早期 人往生的 有的土葬 有的是火葬 那土葬火葬那是其次 但是以前的有人往生的 大体会放在家里 现在几乎没有了吧 现在都到兵役馆 或者就是兵起来了 那以前都会在家里 就是打趟 打趟就是路练之后 放在家里几天 一般的老百姓 三天五天七天的有人摆 日本都是三天 他其实都已经放到那个兵役馆 早期他们日本就这样 那我们人就因为看他的社会 地位还有家庭的状况 我碰过那个四十九天了 这是阿弥陀佛 那旁边都要放冰块了 那他真的是出病的时候 那个水一直在那边滴啊 这个就是不卫生 我们讲现实就是不卫生 他就是说 因为他长辈 因为他是期劳 他是什么 那个不卫生 你现在有疫情 我就说不要放太久 因为他们那个有的是国外 有的是还有那个乡下 还有那个空间 所以放家里 所以趁这个机会 大家官邻要改 放冰仪馆 放冰仪馆 赶快处理掉 那现在的那个藏仪社也是 冰藏公司也是 先火化再来出病 那他们有人会访问啊 反过来问 那出病不是官部出去 就送去火化 啊你就火化了 我们还要出去干什么 我说就排位嘛 就这样一个仪式啊 其实没有 就没有出去那个动作了 早期那个出病是 因为你要推出去 需要去火化 所以大家送 现在他如果已经火化好了 就在灵堂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然后就 什么代表什么代表 鞠躬完了 这个场次就结束了 现在都 一个早上可以两场啊 下午两场 现在殡仪馆也是生意超好的 以前也是 什么厅什么厅 要多久以前订 没有就什么 大厅小厅 现在都一个早上 一两个小时就勘救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精简 时间 因为没空 前杂的歧视 那放那个粉 是因为你放在家里久 所以他必须 吸水分 其实他那什么 放银子啊 还有放 卫生纸 其实早期都有 还有放这些檀香粉 但是各位啊 现在檀香 成香都很贵耶 你只有这个什么 锯木藏的木屑比较便宜 对不对 你怎么去放了檀香 那一斤都很多钱 你放到我放多少 所以我就说亮丽啦 那建议就是说 就送到殡仪馆去 殡仪馆 就没有放什么粉了 第二个时间缩短 他说什么长辈讲什么 我说现在是长辈当家 就听长辈的 哪天也会轮到你当家 你的观念要改变 因为长辈讲的是50年前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也经历50年前 60年前的事情 我们是快70年前的人 所以我们那个小时候 哪有瓦斯炉 没有电话 电话有啦 用转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时空跟民俗 也要以时并进啦 所以都要改变 你不要50年前的观念 习俗还留到现在 我们不是不孝 就是因为孝 不要变成成家 因为感染什么的人 所以赶快处理 这有什么粉 我就跟他讲回答啦 看你花得起 如果是冰在那个冰户 就不用花这种钱 我告诉你 仗余设置是这样 生前契约讲的是 最阳春的是多少钱 但是他一来 又加这个 又加那个 又改那个 哈布朗当有时候 要加好几层 就好像房子装潢一样 你大概要 有比的大概五层的 真最佳啦 那个房子的装潢 那上司也是 他说这个毛巾不太好看 你不要换别的 啊这个什么 啊这个什么 怎样 有问题吗 好 所以就是 要改变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家里人的事啊 别人喔 管不了那么多 这个故事就很短好 我们回来三十一页 第二段第四项 好 就很快得到阿维悦志 啊所以各位同学从前面的故事到这里 你会发现佛陀讲经说法 很多人都得什么果位 什么果位很快 那因为以前的人喔 生活很单纯 欸 所以以前的人他只要读中文就好 所以感经复考嘛 就考功名就很快 我们现在人的考很多很多 那那天我就在一个班上不是讲说 听说2031年我们要有推行两种语言的国家 那一个同学说国语跟台语 那我说那算什么 我会三种语言 国语台语 第三种更厉害 台湾国语 这个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台湾国语啊 国语不标准的很多啊 那因为我们就常常讲常常讲 也不是爱讲话 邻居那个时候 从对岸过来的还不少 所以都跟外省的同学都还蛮好的 那时候没有什么省级观念 我小朋友哪有这个观念 是大人有这种观念 我们家大人也没有 我们家人通通好 通通好 所以都没有敌人 好 三十一页第二段第四行下面 正入菩萨阶位永不退转 所以你如果没有到这个位阶 还在六道轮回 那就一直轮回啦 但是那个道心不退的话 还是有机会碰到三十的解脱 然而得乐症 其他相反 总是因为贪税白白措施了 领受魔法的法义 是因为你不相应没关系 但是还是刚刚讲 宁可morning call来参与 你不要说你睡觉的时候听不到东西 你半睡半醒当中 还是会从你的耳根进去 真的 然后进入潜意识 所以以前有那个什么 睡梦的什么修行 还有学习语言 看个人 有的干脆就关起来睡觉算了 精进便劝这个得乐症 精勤修行 不要贪图睡眠 以免耽误了修行 得乐症听了他的劝告 又进他一阵的阿伟月子 心中很惨愧 就很积极地 试图让自己振奋起来 振作起来 于是这个业障可能干扰 过了不久又昏昏欲睡 所以刚刚讲的 你可以自己处理好 那不然就补充营养 可能这个是你的生活起居 那天问一个女生 她说以前都睡不好 报告同学们 听说我们现在这五个人 中间就有一个人睡眠晚上 不大好 品质不大好 因为都晚睡 我就问她说 最近晚上睡好不好 睡好多了 因为就提早睡 以前都一两点睡 现在提早到十二点 那建议她最好十一点就睡了 就比较懒 但是还是可以再调整 因为十一点就是 我们古代的指食嘛 指食你一睡的话 刚好你修复你的肝 你的肝还有内脏 都是要休息 不是说我外面运动很好 muscle 很够 但是内脏里里绿绿 那个也是美好 所以就 然后 增加一点运动 然后 营养品补充一下 如果真的能不舒服的时候 很累的时候补充一下 运动不是一定要去室外 能去室外 能去室外是好 没有办法去室外 在家里也可以 原地踏步 原地跑步 扶着墙壁做伏地挺身 伏地挺身 在地上当然也是可以 可是你如果趴不下去 你扶着墙壁 还是可以做伏地挺身啊 扭扭腰啊 这个都是可以的 是做以不做 所以都永远有理由嘛 给自己找楼梯 还有电梯 还有滑楼梯 通通踢下去 都没有在运动 所以就 然后就来到水边用冷水泼脸 保持清醒 但是没有路定他又睡着了 这个真的是有点业障 那我上礼拜有提到有个 我读研究所有个同学 他说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啊 住那个偏僻的乡下 所以妈妈说你只能去读军校 军校就便宜了 以前是读诗砖不用钱 军校不用钱 那他就说好那就考军校 军校就不用考啦 好很简单 你只要去报名就 但是那时候他想拼一下嘛 就是说看能不能考省中啊 什么的 那个时代他可能还要考 他旁边又一盆冷水 他要睡着 赶快手 脚就放在冷水里面 然后醒下 那早期的人就是头发 绑在屋顶啊 你要打瞌睡你就抓住了 拿那个针刺你的腿啊 所以以前的人就是很辛苦 虽然只有读一科啊 但是也是很拼命的啊 他就这样进入军校 后来军官退休了 然后又去读研究所 他说还是要有什么忌人比较好 他说他如果没有来读研究所 他就跟一些同伴同学一样 都在剪石头啦 爬爬山啦 你看军校那个军官 如果升不上去就下来了嘛 可能是两朵梅花一朵梅花 然后一天到晚不是剪梅花就剪石头啦 因为我在口诗的时候 我在他的前面 那我出来 因为他读军校 他没读宗教 我那时候宗教演说 他说请问法师 刚刚教授问你什么问题 我说他问我什么什么什么 啊你怎么回答 我说就怎么怎么回答 他说他出来的时候 好死不死他还问我同样问题 我就现买现卖就跟他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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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時一心想就把同學精進變綠的應用神通 化作蜂網朝著這個得樂症的眼皮撲過去 喔那是很痛喔 你們有沒有被蜜蜂刺過 超痛的 有一次我去開信箱 那時候很年輕 我還沒有出家 很年輕 還在家裡 那去開信箱 結果一支蜜蜂把我刺了 喔痛了 哇我腳 後來有人說要用尿 我說我現在沒有這個東西 後來不知道擦什麼東西 痛很久 那第二行 得樂症聽到耳邊停來一陣嗡嗡聲 立刻從睡夢中驚醒 因為打臀而歪斜的身體也重新作證 過了一回不敵又睡了 瘋亡症狀又趕快鑽到他的袖子 輕輕地置他的頁下 受了驚嚇 一陣他總是 總算暫時擺脫睡眠 這個動詞 第五行第二個字 字 蜜蜂是用字的 不是說被蜜蜂咬到 蜜蜂不是用咬的好不好 蚊子才用咬的 其實蚊子也是用字的 把你戳下去 所以動詞 是這樣子 小朋友不會表達 被蜜蜂咬到 那個是 他不曉得是用這個動詞 就在德樂陣端坐泉水邊 長著許多芬芳鮮甜的花朵 芬芳從德樂陣的袖口揮出後 在空中彈旋數圈 就停住在其中一朵美麗的香花上 精精有味的吸取花蜜 德樂陣害怕蜜蜂再來攻擊 於是搶打著精神 睜大眼睛注視他的一舉一動 至此無情的睡眸 終於被降伏了 這個也是啦 但有時候你太注意眼睛也疲勞 為什麼會睡覺眼睛疲勞 體力不支也是可能 但是我們只有兩顆眼睛 現在都用3C很容易疲勞 好 那這個故事就是 你注意某些事情 可能就會消除你的睡眠 後面聽得到嗎 要不要請工作人員處理一下 等一下好了 因為旁邊也有工程 好 最後一段 德樂陣繼續觀察著蜂王 只見他餵食花蜜以後身心放鬆 逐漸的 欸 換人家睡了 所以真正的吃東西啊 吃飯啊 就七溫飽八溫飽 太撐喔 就容易血液要很多去攻擊 那有人找我吃飯啊 尤其是Buffet 其實那個我也吃不多 通常都是講話比較多 但是人要有自製啊 也不像因為Buffet 不吃白不吃 也怕被人家占便宜 就可以怎樣 適度的啦 適度的就喊咖了 好 倒數第二段第二行 這時水面上輕輕吹來一陣風 失去意識的蜂王就跟著那花朵 掉在水裡了 啊 渾身沾滿的污泥 蜂王驚醒喔 急煩揮到水面 將身上的污泥洗淨 弦又揮回到另一朵花頭上 其實這一切都是精進變 為了勸策德樂正所演出的遊戲三昧 就是演給他看 三昧就是定力 定力 就是比較集中讓你看清楚 這是人生是一場戲 正好德樂正沒有辜負他的期望 將這場演出的精髓 全部收受在老海中 好 三十三月第二段 開悟的德樂正對著蜂王唱出一首 事實甘露者此身得安處 何不分餘味 遍跑去遺址 貪眠落泥中 置無其身體 如是一顛醉 筍皮甘露味 又如此妙花 不宜長久住 日若花還河 求去不得出 虛待日在明 動转方如智 長夜求花中 如是悲良苦 那這個花就是我們講的 世俗的一個外境 或是你覺得就是欲望的 財社民實稅 那你如果單著太久 有時候怎樣 就隨著那個花 吃得太飽了 太單著了掉在水裡 過與不及 他是這樣的一個形容 那你們的記者呢 終日睡不飽 每天鑽不飽 所以這個人生還是有點醒悟的話 有點自我激勵 意思就是這樣 那第三段 封網文記也回敬他 佛道若甘露 身文無厌足 不當有懈怠 昏成十秒絕 必如墮你 愛玉所殘腹 日初初開花開 如佛宣化來 日若花還河 涅槃作連台 性質如來世 除睡去障礙 精勤修大業 莫言佛常在 身法緣空極 不著色因緣 現前進戒相 因之為全善 全善欲經行 苦行方無物 度人及制度 因此現變化 那就是說 當然因為你的生活在世界上 有種種的慾望 但是糾纏太久 你就隨著業力一直輪回 那還好有佛法指引我們解脫 但是你如果不隨著解脫的路去走 那就一直隨著輪回的路去走 所以你是渡人還是渡自己 當然都是渡別人的當下就是渡自己 好 倒數第四行 大夢出行的得樂症 得知風往來是精進變的化身 立即震入無聲無面的菩薩境界 你看他本來就是在菩薩位階的門口 所以有一句話 逃鬼心的鬼 就是說那種開始的堅持 你能夠堅持 那後面就一路暢通 專業修行啥事都是 一開始我就兩年前就佛學院教書嘛 不是你們這邊 我教好幾間 那其中也一間 隔壁邊那間就是書法 他玩我半個小時下課 我十一點下課 他十一點半下課 我就剩半個鐘 我就進去坐一坐 然後就看看啦 後來也去學啦 這樣也寫了不少東西了 那當然老師還會說 這個要怎樣 那個怎樣 這個就是說一個熏陶 還有一個鍛鍊 因為我們從小學過嘛 從小學過就只有寫一個楷書 那我那時候看到說 蠻不錯的 是因為他們寫歷書啦 中基師就知道歷書 那肥肥厚厚胖胖的 很好玩 這個就是興趣 那不要變成壓力 這樣就好 現在又因為疫情 有的事情就少一點點 就一點時間線 他們就邀請說 師父你來參加我們的書法展 他們每一年都有說 歐歎啦 我都不認同 好像還在畫符啊 跟他邀過尾符啊 歐歎啦 他說不要那個什麼 得失心太重 反正跟我開示 好 我們來看倒數第三行 進入無神無魅的菩薩劍 直到他得到正德陀螺寧 就剛剛講的 好 陀螺寧 行地功德 種種善法妙用 皆人總食 總算徹底擺脫懈怠的 摩擾不再退轉 那個就是你的身心靈 那個正能量都充滿了 真的不用啦 不用睡也沒關係 好 不用睡也沒關係 我們需要睡也沒關係 沒有什麼對錯 你是什麼位階 就面對那樣 不要那麼假仙假怪 人最可憐就是 還要弄個面具 還弄個 引人家悟解的那些 那很疲勞的 好 最後一行 在這則故事當中 精進併即是釋迦如來的前身 你要知道 所以你的旁邊都是佛菩薩變現的 好 好 那請問你是哪一尊佛 請問你是哪一尊佛 自己去佛菩薩那個什麼 認親 認親去的人去認親 而德勒正正是彌勒佛的前身 所以他們其實有很多的前身的那個故事 所以那個彌勒佛就比較 慵懶一點 所以在成佛的那個層次當中 釋迦牟尼佛比較精進 所以他先 三十四一五就多少 就是比較早成佛 那後面就是彌勒佛 現在是釋迦牟尼佛往生了兩千多年 後面呢 就是三十四一節 那個很長的後面 就彌勒佛來 好 那下面三十四月就一個暗 暗就是一個結論 凡夫沉淪夜海 起因總是怎樣 婚善婚舵 懶善婚舵 所以要提醒自己 這個六度嘛 不思慈戒忍入精進 那眾生因為懈怠 所以要精進 要提醒 菩薩 所以菩薩剛剛講六度 不思慈戒忍入精進禪定般若 所以他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功課 菩薩聖功成就 就是由於他們精進不醉 所以說精進忍入 就是六度波羅蜜 重要的修行功夫 為了警醒諸位 書中 收錄了兩篇客服昏睡的火點故事 一個是本篇 德勒正正果的王室 然後面還有一篇叫木劍年 這個醒睡法門的故事 那人家是木劍年 你們就著 斟酌自己 著亮而為 不要說他是木劍年 我是什麼 我是耳劍年 那不要跟人家比 但是 前嫌給我們一個勉勵 我們可以好好的 警惕 好 有沒有問題 回去就少睡一點 從少睡五分鐘開始 你就沒有壓力 真的啊 像打坐 說有時候打坐很困難 我的腳一盤就痛 誰不痛啊 我告訴你 連那個憲兵隊的去打坐 都痛到哭出來 憲兵隊的 都是很操的 很折騰的 照樣腳痛到 從五分鐘做起 所以你們上課到現在 也做了幾分鐘了 對不對 沒關係 拉筋 拉筋不一定要打坐什麼的 拉筋就是 讓你的身體更柔軟 所以 筋長一寸 受增十年 我們因為 為什麼人越老就變越小隻 就越來萎萎 你的筋啊 筋骨 肌肉 筋是筋 骨是骨 肉是肉 筋一縮 人就縮小 所以你量身高 一年比一邊短 就跟著小 可能就哪裡吐出來 我就不好講了 不知道看你吐哪裡 肉 肌肉就越來越少 骨頭就 骨頭失蹤症 所以 偶爾有出太陽的時候 比較正中午 避開十點跟十二點 兩點 早上十點跟下午 去曬曬太陽 曬曬被 補充這個鈣 然後吸收一些正能量 那三十五頁第七個故事 愁擬一行 好 鐵腿啊 就是要按摩小腿啊 你鐵腿是哪裡 鐵腿香 那就要拉筋 等一下下課再示範給你們看 師傅有練過 怎麼樣 不然坐這裡 剛說的同學說 坐這裡會頭暈上 本來就是要拉 拉拉筋啊 做一些舒緩動作啦 那剛剛講那個拜八十八佛 其實也是很好的 拉筋 減肥 因為拜佛 就是讓我們這個 舒緩 剛剛講 筋 骨 肉 這個肌肉有的很鬆軟 看誰沒在運動 比較什麼 你比較像 那就是 拐拐的 那個就是鬆軟 我這個從小的肌肉 就很硬 因為我的筋骨 就是僵硬的 所以那個舒法老師 我說報告老師 他說不要電喔 要弦碗的寫字 我說 老師我五十肩 我三十歲就三十肩 雖然是一點點 但還這樣 我還是有墊 墊一下 我在美俄科技大學 學生他就寄那個 一個 也不算沙包 就裡面是個小痘痘 弄一個 做一個小沙包 那個樣子給我 那個就 因為有人寫字 他用這個手在墊著 然後這樣寫這樣寫 他就弄一個 類似小沙包 我這樣墊很好用 那要弦碗可以啦 那個寫大字的時候 很臭屁的時候 寫一個禪 禪中的禪 結果我們那個老師說 你這個禪 怎麼看起來很像祥啊 祥和的祥 真是打擊很大 還有點時間 我們來看一點點 三十五月 久遠以前 波士尼王與王后 魔力生下一個女兒 為了迎接這位公子的出世 他們把他取個名字叫 波哲羅 期望他能夠負擔起這個美麗的名字 當然就是 希望他 像金剛寶石般綻放耀眼的光彩 然而期望越高 失落越大 波哲羅的外貌 不要說 連一般人的姿 稱不上 就連批評他 醜陋夜叉 夜叉就是 我們說的母夜叉 夜叉就是貴 賣得像貴一樣 那是他難以反駁的 戶壞他身上的肌膚 有如一層老樹皮 真的形容了 這都是業力喔 像女生的皮膚有的會比較 比男生好一點 但男生的體力比女生好一點 所以都是很公平的 那男生如果他皮膚很細緻 那前世可能是剛好整過女生來的 真的 好 因為我們輪回來當人 前世有的是 這輩子女的 他前世可能是男的 男生有的前世可能是女的 可能是男的 然後這一次的夜叉也是男的 好 覆蓋他身上的肌膚 有如一層老樹皮 乾枯出色令人忘耳生畏 這我碰過 我碰過有一個女生 長得有夠漂亮 就是這樣 就在那個四寶公司上班 股票不是有四寶 台叉叉 他在裡面是公司的花 你知道 學校有班花、校花 他們是那個公司的花 我夠漂亮 但是喔 他的手 就真的是這種感覺 令人忘耳生畏 後來他又腦部生什麼東西 就走了 好像也不到五十歲就走了 所以長漂亮什麼用 就壽命 健康 所以長漂亮 要把身體弄好健康 而女孩子最迷人的一頭秀 在他身上又粗又硬 頭髮也是表現一個人的體質 還有個性 個性柔軟了 頭髮就很柔軟 個性比較那個的 比較有個性的 頭髮也是很有個性 好比是馬兒的中毛 你看馬中 國王將出生的公主抱在懷裡 細細端詳 怎麼變成這種 我們家的產品怎麼變成這樣 很奇怪 有的人生小孩 有的人會跟父母親一樣 兒子通常跟媽媽 這個交叉嘛 女兒就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所以會像爸爸或是 跟爸爸比較親 那兒子會跟母親 這個是 以心理學 佛洛伊德心理學 就異性相吸沒錯 但是以佛教業力相依 也是這樣子 沒錯 嗯沒錯 但是有的人就很奇怪 通通不一樣 有一對年輕的夫妻喔 他的小孩喔 要生懷孕的時候 就 人家跟他說 不然你也叫送金啦 所以他們兩個夫妻 就很精進的送這個 藥師金 那送藥師金之後 生出來那個小孩子啊 好莊嚴喔 真的像一尊佛一樣的莊嚴耶 那五官皮膚激色 哇真的是 像一尊佛喔 欸 所以叫做什麼 Pydex 你看 他其實 兩夫妻也不會長得醜 只是形容說 那一般的年輕人嘛 但是他那個小孩子就是 哇很莊嚴 第二胎就比較懈怠 沒什麼臉了 第二胎就比較抱歉了 好 所以人要精進啊 欸 好 第一段的倒數 第四行 只覺得這個女嬰全身 沒有一處像正常人 她唯恐外人見到公主的模樣 失 丟失了皇家的顏面 欸 就又愛於此女士 王后親身 不容怠慢 只好拆遣媳婦 物色一個 性情溫和的保姆 在宮中找一個隱秘的房間 將小公主秘密的養大 那麼一轉眼十幾年過去 這個其實在佛教有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個國王 他也生一個女兒 他說 哎呀 我年紀也大了 我什麼時候看到我的女兒出嫁 然後就尋求 尋求國內看有什麼 有人力的人 這個 這個人就說 我可以 但是我們要有一段時間 沒有見面 你先給我一點錢一個住的 經過十年之後 他把她的女兒說 你看變這麼大隻了 經過十年 所以人的心啊 急也急也急 還這麼小 還這麼小 對 但是你如果讓她 轉開她的視線 沒有去猜 精心計較 那個歲月的流失 十年一晃就過了 各位 你四十歲以上 你就會有感覺了 哎唷 那時候還在三十幾不是嗎 我才二十幾不是嗎 你還十幾呢 轉眼 所以我們這五六十六七十的 就等著算日子 你這活一天就賺一天 所以我們每天都在賺 不是轉停板 不是轉停板 好 三十五月 一轉眼十幾年過去了 波澤羅國王已經到了四分的年齡 這個在印度就是比較早溫 這段日子以來 國王每天都在煩惱 如何安排這個草八怪出去 這天她終於心意底定 找了幾個親信的城市告訴我 他們說今天要交給諸位 愛親一個重要的任務 你們到外面去找找唷 如果哪家貴族或豪姓人家 不信 因為她也不敢期望太高 不信家道中落 我騎不去媳婦了 我就這個送給她了 極肉一個平安的功夫 被帶進宮 國王見到舊心一樣 趕快奉回上兵 引接到一個隱密的地方 以她促心長談 休息一下下 三十六月第二段 國王誠懇的看著韓氏 向她談言 其實我也往後多年生下 她沒有再去看看她女兒到底怎樣 她就趕快把她的心事講出來 轉眼她已經到了初隔的年紀 可惜她面貌醜陋 多年來秘密地住在皇宮裡 未成露臉 曾經有一個團體 她們就是如何教人家如何交友 她就說 對男生說 如果你長得很矮 去健身房 你長得很 很矮 長得很瘦 就是反正你就是沒有自信 對你的容貌 外在沒有自信 趕快自信你要怎樣 強身 至少你要強身 身體好的話就可以加分 好 第二段的第三項下面 如今我要挑選駙馬 說起來頗為難為情 深怕委屈她的夫婿 前幾日我拆遣心戶 為我留意人選 聽你人品端正 可惜家道中若 沒有人力了 所以就把你招來 那看你意願如何 那國王說到這裡也是這樣 怕拒絕 這個國王還真的客氣 有人就下令 你給我娶老婆 就娶我女兒對不對 又補充說 只要公子願意接受這雙分飾 從婚禮乃是婚後一切開銷 那當然啦 你是國王 你們夫妻的都靠我了 相信國王你是聰明 體會我的用心 那還是受到國王的誠意 真的是這國王也是相當的用心 立即下跪 尊奉國王的命令是人民當所改為 今日眾世大王下令要我娶 你看 就算你下命令 那娶一個悲女 我也怎樣 沒有立場 因為你不聽了 違反國王的命令 砍頭了對不對 何況是公主 哎呀 這抱著了 身心尊貴 我哪有拒絕的道理 國王與韓氏達成協議後 立刻擇日為他們舉行婚禮 並且他造一所別之的宮殿 裡面設置七重門戶 從從從都有配鎖 完工那日就把鎖給他 在他耳邊叮嚀 從今天開始 你都所惜的 都看過了 我直接會送過去 這些宮殿不許閒雜人等進出 裡面的人不准出來 你先小心要看 就不要讓人家看到他的容貌 就家仇外揚 除此之外 為了不讓 鎖馬 在貴族間抬不起 還給他一個很尊貴的結位 除了當鎖馬 鎖馬就是一個頭銜 他還封他一個官位 好 當時的社衛國的上流社會 有一種不成為的規定 無論是達官巨戶 還是王公親主 每夜照列要攜帶眷屬 就這樣 Party嘛 要開Party 然而每到月景見 男男女女 只有護馬一個人 起初大家不以為意 但次數多了 就傳一些雜話 有人說 這個公主有兩個可能 倒數第二行下面 他若不是榮 燕榮絕代的家人 肯定就是帶不出門的 在好幾位好事的貴族 嚷嚷之下 好啦 打藥打藥的秘密解開 你看 就有人這麼有空 所以你有時候到一些地方 聽人家在八卦 八卦怎麼夠 都把九卦十卦一直卦上去 那有的閒閒就一跟著一直卦 欸 所以謠言指的是什麼 嗯 所以人有時候不自覺 就一直跟人家掛上去 好 好 三十八月 第二段 這一天 附馬一約出席的 某貴族所主辦的宴會 只是 是他萬萬沒有料到 對方已經佈下陷阱 在等待自己上溝 串通好的貴族 一個個穿梭在會場 好 殷勤的招呼 幾杯黃湯下肚 不勝酒力 欸 就把他的鑰匙 把他怎樣 拿出來了 為了趕在駙馬 酒行 錢一堵公主的容貌 他迅速推派五位代表 一路飛奔到駙馬的府邸 有沒有很刺激 這個就眾生的息息 偷窺狂 他們有沒有離婚啊 小愛怎麼拉 真的無聊 告訴你 現在幾對就有一對離婚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講不結婚 省得到時候再離婚 就這樣啊 這就竟然是一個氛圍啦 沒有什麼對錯 我們就說沒有對錯 只有因果 世俗嘛 沿途解開層層門鎖 然而當最後一道門打開時 站立在他們面前 竟是神光視一眼 宛如天人的波折羅公主 這五人被公主操煩的外貌給震懾住 剛剛問那個師姐 你眼睛很漂亮 臭屁的是我媽媽生的 之前我問一個女生 你眼睛怎麼了 因為那個雙眼皮很漂亮 她說剛剛才去割的 我們現在這班這個是說媽媽生的 好 你不要去看她 她會不好意思 好 任在原地不知如何懷疑 過了一會兒 他們才堅決自己的事態 慌忙的趕回會場 將鑰匙敲敲的 你看 人的容貌會改變 雖然現在醫美很發達 但是你的心會隨著容貌改變 有一個人她因為家裡濕火 然後容貌就燒得很抱歉 所以她就從來不出門了 那但是身體還沒有很糟糕 有一天她一個朋友 瓷叉功德會 就說 輸這個感恩 我帶你去當志工 志工 她說不要啦 我這樣醫院會嚇到人 不會 你去看到 會比你更醜的 比你更不幸的人 你才會覺得說 你這樣並不醜 你騙我 我們那麼多年的朋友 你連這個話也要騙我 她說不會 我騙你 你去 啊不好我們就下不為例 今天你就跟我去 她一去 看到真的很多比她更難看的 比她 不一定駐南坎 聽懂嗎 有一次有兩個人上車 坐計程車 一個駐南坎 一個駐桃園 那個司機因為外省人講話 就比較口音住 難看的坐前面 討厭的坐後面 所以一個駐南坎 叫南坎 他討厭的他叫討厭的 桃園叫討厭 好 結果她去醫院 真的比她早的抱歉 難看多著 所以她一笑起來 那個容貌是多麼的慈祥 所以很多人去搞醫美啦 花那錢 你不如改變自己心態 但是人家就是有錢啦 我們不好說啦 只是這也是一個方式 經過了這麼多年了 還有一樣可以改變的容貌 懺悔 像佛教的故事 藝林國師 他前世也是奇醜無比 玉山的玉 連雙木林旁邊還有一個玉 他以前是奇醜無比 他這輩子被寫人故事是長得好莊嚴 高富帥 有沒有富我不曉得 就超帥超好看 但是他出家好莊嚴 那他前世就奇醜無比 那為什麼要醜 就是因為他聽到一個 老比丘誦經的聲音很難聽 他說哎呦 那麼醜像 那個聲音好像牛還是像什麼的 就好像畜生到那種發生 所以他隔世這樣造了口業 所以他隔世就變成奇醜無比 後來他知道他的業力因緣 所以他就懺悔 所以不要一天到晚去說人家 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真的是造口業 如果人家真的有做了什麼什麼 你要向警方報告 或是對金辦人員有所報告 那叫報告 那不叫造口業 造口業是無中生有 或是隨你的心情好 話也說人家這個那個 那才叫造口業 但是你真的看到搶劫 你要說誰搶劫 看到幾部車 那個是報告 那就不是那個造口業 所以伊寧公司經過懺悔 所以他這一次他就長得很莊嚴 所以你長得莊嚴 這個也是有福報因緣 但是身體要顧好 剛剛講黑眼圈喔 黑眼圈就睡眠不大好 然後這個精力不大好 會不會晚上睡不好 不會喔 阿就不要晚睡 不要晚睡 因為這邊眼睛是屬肝啦 鼻子是屬肺 他的內臟熟的 鼻子屬肺 所以他那個那個鼻子會過敏 就是肺的那個體質比較差一點 那眼睛會黑眼圈呢 就是現在的人不是那個什麼 眼白啊 布滿紅絲啊 或是容易微血管破裂啦 或是剛剛講的那什麼 肝眼症啊 什麼什麼什麼 這眼睛的毛病 現在因為電腦時代就比較多 顧肝的喔 那什麼 柑橘啊 還有那個什麼 柑橘 國語怎麼講 枸杞 枸杞 還有菊花 這個就是 那個醫院的醫生就是什麼 三寶湯 紅棗 兩三顆 可以去紫 去那個紅棗去紫 可以 因為他那個紫會有起肝火 會讓你比較燥 你把那個紫喔 把它剝掉 還有幾顆那個枸杞 大概七八顆就可以 菊花兩朵 乾的菊花 兩朵才不會太燥 這樣喝 一天喝了兩三杯 明目 那個 紅棗補氣 菊花退火 你真的很虛 放一片西洋森 如果你怕太燥 半片也可以 如果你沒空泡 你就半片的那個西洋森 跟剛剛同學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涼涼的那個碗 這樣吃 就補氣 但又不會太燥 涼涼完你們看就好 不要給人家拿去吃 給你看參考自己去買 我不是說他小氣 因為那很貴不是嗎 知道是什麼東西 涼涼的玩 這樣就可以了 那話說今年過年 有人拿那個什麼 穿背琵琶糕 單包裝的 以前穿背琵琶糕是整瓶的 不知道誰那麼賢慧 拿那個單包裝的 就這樣放在嘴裡這樣 一擠就出來 過年都也沒出門 我就把它 一包就擠三分之一 放在咖啡當作糖 這個我早期就吃過了 因為咖啡太苦了 有時候那豆腦炒得太熟了 那喝起來太苦太澀 除了加鮮奶 然後加點那個 穿背琵琶糕 真的是一絕 涼涼的甜甜 我因為才三分之一嘛 一開始不曉得 想說有沒有夠甜 就一包下去 也沒有很甜 我也不怕甜 然後呢 但是就 我們就減那個糖分嘛 三分之一 還可以 口感剛好 嘟嘟好 所以 有點甜味 但是又涼涼的 所以 有些東西要消啦 那 你說我帶來給同學分 我也不夠分 我不如就分給自己慢慢吃 所以上禮拜就分那個卷 就有空的人去 那就這樣子 沒空的人就 再跟人家分享 不然就支援回收 所以東西就處理 你不要變成一個煩惱 我真的有負擔 所以我們話說回來 這個小女兒 這樣子 那還是你的骨肉啊 所面對 好像有人問過我吐醇嘛 吐醇 現在比較少了 吐醇 就去 現在醫美也是有辦法 因為 有人因為吐醇 然後就 比較自卑 所以就跟他處理 這個現在是 錢都可以處理的事情 就盡量解除 好 我們來看三十八頁 最後一段 也就到處第三段 不久 駙馬久逸消退 發覺天色已晚了 趕緊這樣 持別的主人 回到家裡 可是當他進入屋內的時候 等在他面前 卻不是波蛇樓公主 而是舉世無雙的大美人 所以各位 情人眼中出什麼 是啊 雖然他叫東師 可是比西師還美啊 所以下人就好啊 駙馬擔心公主 遭逢辯護 趕忙對眼前的美人提出質問 美人回答他 我就是你的妻子 波蛇樓 駙馬說不可能 我的妻子容貌極醜 怎麼可能一夕對變 生成這樣端正超群的容貌 所以公主知道 他一時無法接受 就跟他說 這個奇遇 好 下一段 原來 當天駙馬出門之後 公主看見 禁止裡面的自己 經不住了 陳男淚下 他不明白自己犯了什麼罪 今生長得這麼恐怖 醜就罷了 還恐怖咧 所以有人就說 哎呦那個是真子 長期被 我這輩子真的在國外看到 比較像真子人 一次是去馬來西亞 他們有一區叫印度區 就是印度人處 有一次晚上他們不知道帶我去哪裡 然後呢 他們說 師傅你等一下我們再去買個東西 你站這邊我們等一下就回去 結果對面來一個穿著黑色的 黑袍還有面罩 那個他不是印度人 他是類似 那個哪一國人啊 波斯啊 那那那就穿長袍 黑袍還太 我熊熊看到嚇一跳 然後他抱一個小孩 不然我以為看到阿飄 他全身都是黑 突然就這樣黑黑的飄過來 後來抱小孩 另外有一次在日本 他走下那個捷運站 怎麼走捷運站的對岸 看到一個 真的喔 他就穿白的 這次穿白的 頭髮升了 後來風一吹 他那個頭髮就有散開了 容貌有跑出來 不然就真的在日本看到真子了 他可能是風也大 然後吹在那邊吹 然後我再吹一陣就這樣 對 就 我反而會看清楚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好 看到就看到 不用害怕 人家也不願意長這樣好不好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是每一個人都信潘好不好 不是每一個人都信忠好不好 嗯 好 好 所以呢 這個三十九月第二段的第二行 長期被父親跟丈夫軟禁在家裡 不見天日啊 所以故隱自領之際 他轉念一下 幸好我身逢佛事還有一絲希望 所以 有佛法就有怎樣 對 要記住有佛法就有辦法 還有一絲希望 聽聞世尊大慈大悲任意眾生 今天我若真心誠意的懺悔前罪 所以剛剛講懺悔 世尊必定會向我伸出援手 盜託我 救度我 脫離 苦難 煩惱 於是公主便當下發出極大的悲心 自成自盡的望著世尊所在的地方 遙遙跪拜 好 所以剛剛同學也說八十八佛 八十八佛也是算是一種忏悔 也是一種發願 我們拜佛就是希望跟佛菩薩一樣 而不是說求著佛菩薩加倍我什麼 給我什麼 憑什麼給你啊 你就拿了一串香蕉兩個蘋果 就要給你得九點幾億 九點三億 是吧 所以眾生都是很超越自己 果報所能去要求 那他就這樣子 他心中祝願到 唯願世尊垂齒 現身世教使我開化 除去往昔所造諸二月 解脫此生束縛 所以那個燦緯記者 往昔所造諸二月 皆有無始貪嗔痴 從生於意知我生 一切我今皆懺悔 你們哭狗也有 樓下找也有 就是常常提醒自己 這樣就OK的 不要一直自責啊 一直自責也是負面情緒 我們有檢討啊這樣就好 而不是說每次以前 所以君子無隔夜之仇 你也不要跟 也不要跟自己過不去 也不要不放過自己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小時候 曾經做過不對的事情 曾經犯過什麼錯 女生曾經做過怎樣怎樣 剛剛我看到那個新聞嘛 一個過去的林小姐 生下陳小姐 侯小姐 然後就很多人批評 幹你什麼事啊 自己顧好自己 聽我講知道誰嗎 林小姐 然後跟另外一個生下侯小姐 這個就是人家的事 其實在那個時候 他是算漂亮 但你就知道 眾生的脆弱就經不起 男歡女愛啊就會這樣 那已經過這麼久了 該死人都死了 走了也走了 你就一直罵那個老女人幹什麼 她已經70多了 一直罵她幹什麼 所以你看現在八掛九掛一直掛下去 你自己沒有就好 至於別人 那別人去承擔 就算我們自己曾經怎樣 就跟過去的自己 要去懺悔 然後安撫她 比如說我們小時候三歲 偷爸媽媽的錢 我是什麼什麼什麼 反正就是 就是有什麼做 你覺得不對的事情 然後跟那個時候的自己 安撫 懺悔 然後放下 因為那個年齡的判斷 自人 就剛剛講林小姐 她可能那時候的因果觀念 可能那時候的愛就比較慘 那現在已經70人 已經是準備 走入人生的最後階段 你就不要太多的責罵給媽媽 對不對 搞不好你看上你也 你也 你也煞車不了 罵人家 好 所以別人的因果 別人去承擔 我們自己因果 自己去了斷 這樣就好了 事件就沒有什麼是非 不知道我講什麼 等一下再問好了 反正就是八卦 好 好 倒數第三行 此時遙遠的世尊 有了感應 立即變現神通 從公主面前地下湧出 公主一抬頭 看見如來莊嚴髮像 內心不由的肅然其境 好 剛剛同學說 那個上一屆的同學 介紹他去哪裡剪頭髮 那個同學他在打坐 曾經看過他的前世 他跟他先生的角色剛好對調 他前世是他先生的先生 他先生是前世的老婆 你知道嗎 這一次又續前沿 對調 所以你看這個因果關係 為什麼人會相信 他應徵 他自己應徵 他身體不好 他說那只有修行 你能埋怨這個埋怨那個 以其有時間抱怨 不如趕快修行 把時間用在修行 所以佛教講的 因果抱怨 那個是真的存在 因為眾生為什麼無感 他沒有感應到 所以感應可以度眾生 但是不要執著在感應 還是要解脫 脫離三界的術服比較重要 他是有看到這一幕 所以他就盡量勸人家 大家相盡如兵 不要要求太多 內心不由得肅然起敬 長久以來 抑鬱在心中的一股怨氣 也這樣消失無蹤 恢復了溫柔慈慧的體系 因為這製成的心念一起 他出爐毛毛 馬毛的一頭頭髮 瞬間變成親中待吼 又細又亂 他醜陋夜叉的容貌 變成端正像吼 這個面相學就是剛剛講的 頭髮代表你的個性 眉毛代表你的兄弟 還有那個 朋友啦 還有跟人家交往的 鼻子代表你的財 鼻翼代表你的褲 有鼻還要有褲 那耳朵 有的有耳垂 有的耳垂 向前面叫 雙耳操珠啊 雙耳 那有的沒有耳垂 那符抱就差一點 那耳朵貼了你的臉頰 有的是招蜂耳嘛 那叫招蜂耳 那個性就另外一種 那這個雙耳貼了 就聽說是聰明啦 我是比較不好意思說啦 這個人家說了 我們就順便把它傳播一下 日行一散 好 其實他就代表一個人的身體 顛倒的 這邊代表頭 這邊代表你的身體 這邊代表你的腳 所以那個那個 中醫也講說 按摩你的耳朵 那對身體也是好的 他幹涉 第三章 他幹涉如樹皮的肌膚 閃藥出 金色光芒 折折身灰 好 那這個 多喝水 好 吃東西還是要有點脂肪啦 有脂肪 他才能夠傳播到你的表層 皮膚 好 所以有標榜說 少鹽少油 那是比較 豐滿的人就少鹽 那一般的人 其實還要一次好鹽好油 如來三十二相在公主的身上 一一顯現 不一會兒光景 他就出落得如花似玉 可比天仙 接下來 世尊又親自為公主說法 幫助他掃除迷惑妄想 以及一生的罪月 頓時公主內心如一紅清水般 澄澈了然 立即正得虛陀還果 我就出國了 斷進見師煩惱中的八十八品的見惑 我們上一節有見惑跟施惑 見就見解 不過當公主再妄想半空 想到要答謝世尊時 他卻已經不知去向 活菩薩不會留下來跟你要人情的 事情辦完了 他就拜拜了 那我們就是把佛菩薩的慈悲傳播出去 就是散播佛菩薩的好意 下一段 經過公主的詳細解釋 附馬總能 總算能夠接受 這個是自己取的 接著公主又懇求附馬 我想要與父王見面 請你代為轉答 向他說明今天發生的事情 然後就趕快去見見國王 沒想到他才提出國王 就被打斷 國王皺著眉頭 這件事就別提了 你把他鎖在家裡 不要讓他跑出去 那父母就只好回復國王 這點必往無惜擔憂 今天蕭早的時候 公主發怒懺悔 陳蒙世尊垂馳救度 已經洗心革面 外貿以往大不相同 現在的公主 有如天人一般的妙相 所以他以為要見面 他以為是以前那個草八怪 其實這也是世俗人的面子問題 那你的就你的管他草八怪 就是死要面子 現在更改變了 所以就好 所以四十一月的第二行 立刻見他 說完就派人整頓車輛 隨行公里浩浩蕩蕩蕩的進宮 享受往昔不敢奢望的天倫之樂 見到公主 經歷這份美好的準備國王樂 這個就比較世俗的說法 就是一般就是父母親 不會嫌自己兒女醜 那兒女也不會嫌父母怎樣 這個才比較正常的人倫關係 這個國王太要面子了 只是這個故事就是說 從你變漂亮 你經過懺悔 經過你付出 他也是 也許容貌沒有百分之百的改變 但是可能改變了百分之九十九 那也很好 馬上帶著王后女兒女婿架車來到世尊的面前 毫無保留至誠至尽的跪拜 禮畢 然後眾人退立一旁 國王再度起身 典禮佛祖 雙手核實 請問世尊 他過去是造了什麼業 怎麼給他生了這麼壞 下一段 世尊告訴國王 世人的容貌 並非有人 真的是累世以來的 像我過去是男眾高富帥 很麻煩 女眾很麻煩 夠夠頂 好啦 下一世變女眾矮一點 就不會有人 因為他看過去都是高富帥 就不會看到這個醜八怪的 但是也不用醜啦 就是說不要嚇到人就好了 所以你這一次其實 是因為你過去的業力因緣 但是你自己也有設定啦 譬如說你想當女人 你想當男人 業力因緣 那一般問來當女人 不要當女人很麻煩 男人說當女人當女人才好 在家裡都不用出去上班 那是以前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那個世尊怎麼回答國王 世人的容貌美醜 並非偶然形成 而是決定在個人素世所累積的 罪業和福報 那這個福報有時候是長得好看 然後讓你討喜 就讓人家看到你不會討厭 有人長得很漂亮 但是就一副古朗文 你知道嗎 過去有一個大國波羅那 國中有一位 富口敵國的大長者 帶領家人 崇敬正法 藏陽供養一位屁之佛 屁之佛也是那個 聲文言訣的叫屁之佛 這位屁之佛 善權色話 刻意引去本有的妙相 讓自己看起來草八怪 難以親近 就是為了考驗人心 帶著大長者的女兒 當時大長者的女兒 年幼不懂事 只覺得這個屁之佛 形容枯搞 醜 醜陋 每天又來 所以父親還是怎樣 對他格外的 禮遇 心中 這小孩子不懂事 所以不懂事要跟他講 不能不懂事就讓他 他就落下這樣的印象跟行為 就不好 甚至二口親見對方 罵他你這個出家人 到底做了什麼 還是 面貌生的這麼醜 如果皮膚這樣粗糙 看了就噁心 這個屁之佛休息 沒有跟他計較 照樣來 下一段 屁之佛知道自己要入涅盤 為了答謝大長者 這段日子來的供養 增強眾人對佛法的信心 他運用神通 當著大家面 現種種變化 他先是騰空飛起 在辦公中 一火風行 然後化為一團 炙熱的火球 從身上冒出紅燕的火蛇 這個在阿罕經有寫過說 修到阿羅漢 他可以上身出火 下身出水 或是顛倒 上身出水 所以在阿罕經裡面 有講這個神通 但是佛陀說了 除非那個對象 沒有辦法用神通度 你才能現神通 不然大家會追求神通 大衛魔術 大衛病魔術 還有第二個理由 你要入涅盤 你再試神通 秀一下這樣子 不能不准 不准秀神通 所以他因為他要走了嘛 所以符合阿罕經佛陀要求的第二種 就是你要入涅盤了 Say goodbye了 所以就現神通 第四行 一會兒化作一座泳泉 從身上不斷流出村娘的這個進水 正當目擊群眾看得過癮 他又突然消失在辦公中 過了一會兒有人發現東方的地面 隱隱傳來震動 莽默一座小山要隆起 不久 辟師佛的頭緊伸手 一序慢慢浮在地面 眾人隨著這個視線的移動 一會兒他又向落日 末日西方的地表 接下來他又西方末出東方 就冒來冒去 東西南北這樣 倒數第二行 有幸見到這一幕的民眾 無不在心中歡喜讚嘆 緊接著辟師佛再度飛上高空 讓附近居民都能看清自己 他騰空變化各種姿勢或端坐或策打 出神入化的演出 令人打從心裡輕品 其實他用心良苦 在百千居士面前視線種種變化 是隱含著勸徹眾人的意識 而不是炫耀 所以你看你的出發點 他是要讓大家知道修行 有這些殊聖 那他這個是小秀一下 再秀也可能看三天三月 好 表演結束呢 辟師佛回到大長者家中 大長者向來就對他恭敬有加 經過這番視線內心更加勤陪 他有緣跟你有緣 你不用秀神通他也是對你恭敬 你如果跟他沒演 你秀的六天六夜也沒用 然而另外有一個人變成打心裡對 這個披著我改觀的就是大長者的女兒 他對披著我既佩服又害怕 當場向他認錯道歉 我從前懵懂無知 不曉得尊者是像了不起的修行人 所以有時候秀一下是怎樣 斷除眾生的邪之邪見 無意間起了惡心 你像你說不該說的話請尊者原諒 點點頭就耍了 所以這個有時候話不要講得太快 保留一下婉轉一下 這小孩子嘛就這樣子 那我們不能一直停留在小孩子的言行舉止 還是不該講的話 講來會傷人的話還是盡量要煞車 四十三月 最後一段故事講完 世尊又告訴波什尼王 當時大長者女兒就是這個 他過去是對披著我惡心 毀謗造假嚴重的口業 所以不要罵人家醜啦 罵人家的腦袋裝什麼 人家裝醬糊你要裝鐵釘 雲子多生以來要承受醜樂的惡爆 你看 人家長得漂亮怎樣 就是扣出蓮花 這個有一次有一個女生 人家說你怎麼長得這麼漂亮 他還說是啊我也這樣子覺得 剛剛師姐說媽媽生的 欲取同工喔 就這樣沒關係啊 以此功德 世世生生生在富貴之家 又直到超脫輪迴 這一次見到我視線妙下 發心懺悔 你看他懺悔了啦 因此恢復端正的外貌 甚至眼超一般人 所以要好好守護自己的 身、口、意 不是嘴巴而已喔 身、口、意 所以起心動念 才會嘴巴做出來對不對 起心動念才會身體做出來 所以要散護我們的身、口、意 最後一句就 禁忌在心 有沒有問題 這故事很淺啦 但是就是給我們在修行上 一個提醒 有問題嗎 你有講出來嗎 講到自己心 那要懺悔啊 你這唱得比人家好聽嗎 你確定如果換你去唱會唱得比較好聽 好 不要起分別了 這好像說人家醜啦 人家長得難看啦 那個聲音難聽啦 不過一個人的聲音好聽 也真的是口出連話 常常讚嘆人家 我也常常跟他們表白 我不罵人的 就是他犯了什麼錯就用講了 這個事情要怎麼做會更好 你罵人只是彼此防禦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當初是怎樣 他會講很多的理由 那就說對啦 可能你有理由 可能有當時的因素 但是你說人與人之間 我已經很急了 有一次人家過馬路嘛 我說快點快點過來 那時候 長輩啦 我那時候還年輕 你幹嘛罵人家過個馬路 我說因為 紅綠燈 那紅燈快要沒了 那綠燈快要沒了 紅燈馬上要轉換 所以 又在馬路上有大聲點 其實我不是出發點心 罵人家 邀惡人家 他說這樣 他就可以理解啦 因為 所以 就剛剛講在馬路 然後 車子多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安全 所以聲音大一點 所以你必須 要講出來 人家如果有錯怪你 你可以表達一下 那像我們有時候 一般的人 你講話聲調是這樣 但是你大聲一點的時候 可能就因此不是很好 可能很難免嘛 對不對 像那個什麼 那是藝人還是 興高的那個 他唱歌大家會嚇死 聽說 那就是 他的表達 因為 超過了我們平常的聲量 他可能就音質不能那麼好 所以盡量 所以現在還好 現在講課都有麥克風 像我們小時候老師講課哪有麥克風 現在講課都有麥克風 就很輕鬆 有一般的聲量 可是你說一個早上講幾個小時都還好 好 啊懺悔 OK 嗯 你就會唱得比他好聽嗎 你就算唱得比他好聽 也是要讚嘆他 真的 所以那個 剛開始有佛教電視台 人家請我當主持人 那不是說 你的口條好 你的聲音好 或是你很有禍 而 那個是什麼 這個這個颱風 還有那個 膽識啊 就是說你有那個膽識坐在那邊 對著那個鏡頭 對著大眾不同的提問 不同的 那個當主持人 我 我 也曾經說 給他們笑 來賓兩個 一個這個意見 一個那個意見 那我們這個話題怎麼談下去啊 就兜不起來嘛 那你還必須把他兩邊兜起來 嗯 好 不然你在台邊上兩個吵起來怎麼辦 好 就兩個人 欸這樣子 啊這樣子 啊如果 所以 而且那個時間都要掌控好 他每 每一個時段 每一個時段 你都要掌握好 那個主題 喔 所以那個掌控 喔 那個timing 喔 講 講白一點 真的那個膽識 那個膽量 嗯 好 我們來看45月 第八個故事 大悲海失 喔 剛剛一開始我提到這個 往生的事情 喔 生老病死 那疫情呢也是有的人因為 抵抗力比較脆弱喔 你看這樣全球走掉多少人 喔 好 自古以來有生必定有死啊 因此啊 死亡這個歷程是沒有一個人 能夠逃避的喔 只是還沒有發生 那可是我們家人畢竟有嘛 喔 既然是生命中難以避免的頭等大事 那麼我們更應該要 即早把他提出來 探 深入探討 人的一生就是逐步的喔 那這樣的觀念 比如說啊 那我就是在等死喔 那這個就是消極喔 而是更積極的珍惜 我們所擁有的每一天 這個意涵是在這裡喔 而不是說啊 那我就等死喔 欸 是啦 也沒有錯 可是那種心態就不一樣 我活了一天我就賺了一天 我就把今天活得精彩 問心無愧 我們哪有時間造惡 對不對 欸 有些人為名而死 有些人為利而死 更不凡為情而死 那個最傻了喔 為意而死喔 我們從生到死這段旅程 就好比上個花條的鐘錶 指針一秒一秒的走 那能量就一秒一秒的消失 這個就是我們的體力啊 剛剛講的這個肌肉啦 筋骨啊 體力啊 筋氣神 一旦動力用盡 就回歸到完全停擺 這個跟蠟燭一樣 燒了就說再見 男人同樣是死亡 境界各有區別 被自私自利的污染所驅使 不停的奔向死亡 是糊裡糊塗 不是有那句話 不知不覺又過了一生了 欸 真的啊 那人有先知先覺 後知後覺 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又埋怨天地 重罵鬼神 怎麼是我 不是你要誰 不能要來抓誰 對不對 那先知先覺就佛菩薩嘛 後知後覺是因為聽經文法 直到生死的輪迴就面對 那後知 不知不覺就是 本來這個就是一個常規嘛 常態嘛 你抱怨有什麼用 那也有人說 要折我的壽命給誰 那也是一種理想啊 剛好他的壽命也沒那麼快 病然後拖拖拖拖拖 這以華人來講 臥病的時間比歐美人是比較長 欸 那因為華人呢不大注重運動 所以一生病 臥病在床時間上 那外國人他們注重運動 好 然後注重自立 好 欸 自強 嗯 那我們就不愛運動 然後又比較悲觀 好 什麼事情就往不好的地方去想 那越想就越沒有能量 他就越慘 嗯 所以心態很重要 好 第二段的第二行 相對於他們世人也有另外一種 為了真理 為了會立眾生 永遠懷著菩提心面對死亡 他們最是光明也最快樂 為什麼 因為自私自立人通常也最怕死 但是怕死人 我哪有自私自立 我只是怕死而已 有沒有追過 沒有追過 好 然後越是怕死 就越容易怎樣 到那邊去了 欸 所以 無益則剛啦 恰恰好就好了啦 太緊張了 也真正浩落 精氣神 越是無謂的奉獻 就無謂神的死亡 然後越不怕死 生命就代理 你走上脾氣太來的那個道路上 釋迦摩尼為了弘揚佛法 為了回報父母 為了解救眾生 滑下弘焰 捨棄千生做出今天動地的大事來 這是事實如歸的大悲心 那這個下面呢 就要去對阿蘭所說的一個故事 那我們休息一下好了 46月第二段 那由這個故事來理解佛法是很好 就講實力 這曾經有人來跟我講說 他們曾經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其中有一個人 就對另外一個人的做法不滿意 所以呢 他就不再找他了 那我就跟 來跟我講的 什麼事情 不滿意 要有實力 對不對 你買咖啡給我不滿意 我要喝奶奶啊 所以 是你主觀的不滿意 還是他真的做不對 所以我不滿意 那什麼叫滿意 所以要講事實 不然你這樣就會落入人家 世事而非 然後對錯不分 所以法官在判人家刑 你這個罪是要判三年到五年 那三年是有案例阿 五年是有案例阿 總是要有 有利阿 有事實阿 所以不能講我不喜歡 我也很討厭他 或是他做這樣不好 不好是怎樣不好 你的不好跟我的不好 對不對 都要講實力 我心情不好 怎樣心情不好 因為怎樣怎樣 那沒什麼嘛 罪不過時 沒那麼嚴重 不用到給他刺死 所以有時候心念一轉 那本來就沒什麼 天下本無事 誰在那邊擾來擾去阿 那你說 庸人阿 那庸人是誰阿 所以不要把自己困在那邊 庸人至老之阿 好 46月第二段 九遠前 霍羅曾經是護國敵國的大商人 有一次他召集許多財寶的商人 要到一個危險的海域中去打撈寶物 到了目的地 商人們各式拿出看家本領 就是露水尋寶 才一會兒攻攻 就將整船裝滿了 不得不踏上歸途 可天有不測風雲 誰知道這船年久失修 怎樣 不要太貪心阿 不要超過他的負荷 所以有時候我們阿 人得到好處 又因為貪 這邊就是 你得到了 但是這個船年久失修 可能就是中古的 那你給他負荷 就出問題了 財行至半途 就被大浪拍得怎樣 支禮破碎 落入海中的商人 為了求生 有的使盡力滑水 有的靠著殘衣的船板 勉強糊在水面 至於那些不會有水的 那只好 say goodbye 此時大商人 因為帶有福壤 得以安穩的飄到水面上 另一頭落水的五個商人 見了就喊他 慈悲的大商人 請你明明我們 施行無謂的布施 幫我們脫離險境 那大商人聽到就說 好啊不要害怕 我幫你們 所以呢就要掉頭 向五個人的方向游去 自古以來 海洋裡的浮屍總會隨著浪潮飄到陸地 我若捨棄生命 必然被海水拍打上岸 如此一來 這五人就有救了 你說你看他想的是什麼念頭 犧牲自己 就像我們前面 就餵老虎啦 餵誰 當然我們如果一般人做不到 就不要勉強 那是故事 那是佛陀好不好 不要說這個我都做不到 佛陀叫我們這樣 我們也不可能做到 沒關係佛陀沒叫你做啊 他只是告訴大家 我曾就這樣做過 你們要不要做 他不會勉強好不好 所以不要給自己壓力 人就是這樣 你這樣才會自在 我就做不到 那你就別要求我 他主義一定 就一手攀在浮廊上 一手按著寶劍 趕往五人所在的位置 他指揮商人 牢牢抓住自己 那五人求生的意志 強烈 因此就指示 照著指示 有的跨在他的背上 有的抓住他的肩膀 有人抱住他的大腿 都抓到 撒那間生起大勇猛心 揮動寶劍 往自己身上一抹 從此斷了氣 此時海面上的風浪 不減反針 漸漸拍打著大傷人的屍體 將他們帶往陸地的方面 一會兒擁抱屍體的五個人 就被帶往淺灘 其實他如果沒有死 還不是跟著飄過來 為什麼要死 妹 為什麼要這麼壯烈 所以做事情要雙贏 大家都贏 為什麼要把自己犧牲人 你如果死了 就被人家丟到海洋上 還好 怎麼又飄不來 佛陀告訴阿蘭 當時的五位傷人 就是現在是渡的吳比丘 吳比丘大家也知道這個故事 佛陀要去出家 有五個水蟲跟著他 所以這個事就是 後來這五個水蟲就跟著出家 叫吳比丘 而大傷人就是佛陀本人 往昔他們在大海中 靠著大傷人安然度脫 截下溯源 所以今日得佛的教誹 也能度脫生死的輪迴海 安住在涅凡的彼岸 這個故事就結束了 為什麼 那我們哪天再找佛陀來講 這個就是人家的手法 怎樣 這個故事有的就很短 一開始就比較長 這個一兩月就沒了 沒了就知道這個故事 就是說我們會聚在一起 也是術士的姻緣 大家就繼續結這個好緣 49月 第九個故事 金錢生死 社衛國的王臣有位大紳士 某年生下一位相貌堂堂 因知幻花的好嵐兒 他的容貌端正 神采自若 彷彿是天人降神 通常長得好看 有時候真的是天人下降 但是他下降的時候 這個心態要好 不要說我長得好看 他就亂玩 亂花心 這樣也不好 女的也是 勾搭這個勾搭那個 阿彌陀佛 奇怪的是 這個小男孩出生時 兩手握拳好像 藏有什麼秘密一般 他的父母害怕這是不祥之兆 趕緊攀開了雙手 要看他的手下 不料呢 掉下黃金 又金又息 趕緊把金子收下 因為意想不到 男孩的手就像巨跑盆 你把他拿出來 他又跑出來 這樣透透了 日後即使他們不斷取用 小孩的手中仍然會 遠遠不絕地伸出金子 這跟提款機一樣 好像永久 永遠沒有停止的一天 這個事傳開之後 引起當地的一鎮 軒然大波 那大家認為是壘事福報嘛 所以就跟他取名字叫金仔阿 所以你看以前 取了這個菜菜菜的名字 你看 什麼 男眾都有什麼財 淨財 這個發財 淨金又發財 什麼 那女的又怎樣這樣 早期有這樣的菜菜 下一段 金采長大以後 一心向道 人家有福報 結果又有善根 於是屢次向家人請求要出家 那在印度呢 男眾都會短期出家 就好像 沒去短期出家 就好像沒去當兵一樣 沒面子 所以他們都允許 變成一個風氣 短期出家又回來嘛 所以他也不是離家 他能夠完全出家 他們這個印度人都又很有善根 也覺得這個很殊勝 也不是說因為他 各親慈愛 不孝父母 怎樣怎樣 不會他們都很 很歡喜 很有善根的印度人 他的父母見他意志堅定 就答應了 然後這一天佛陀在 己孤魯長者的園中 為一千兩百位弟子說法 金錢來到佛前 恭敬了府下身 典禮佛祖 請求佛陀 受他為弟子 那就接受啦 但是 於是他就當場受了祭族戒 就成了比丘 他一一向在場的前輩做禮 打招呼 那大家同時觀察 每當金彩兩手離地 地上就留下兩枚金石 哇 透懂啊 頓時兩兩一雙的金石 閃耀著光芒的 奇異的光芒 遍滿大眾眼前 金彩比丘禮弼 回到末座 將心聽佛說法 待法會結束 他不休息 又回到禁室端座 立刻照佛陀的說法去休息 這樣勤奮不懈的態度 很快正的阿羅漢國 就四國了 所以這個都上禮拜有跟大家提了 阿羅漢國就最後四國 再上去就是菩薩 但是在原始佛教 這個已經到了頂了 這個阿蘭呢 阿蘭就是佛陀的堂弟 他也是來出家 他長得很莊严 簡直是佛陀的分身 心又很軟 阿見到金彩身上的殊聖意象 就合掌問佛世尊阿 今天如果這麼富康 這手就是黃金的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如此意象 是種下什麼善因阿 有這樣的福報 下一段佛陀就告訴阿蘭 過去九十一節以前 有一尊佛叫做彼婆施佛 那拜水燦就有的 就有的彼婆施佛 化現人間喔 以地子游利各國 其實所以現在佛羅不在阿 我們說釋迦摩尼佛也不在了 可是其實都有佛菩薩在 這個化現人間的 好 教化政法度託無數眾生 某天呢彼婆施佛 以眾生來到一個國境 設化當地的有緣人 當時國中的善男性女 富豪生士都來準備摘死 真的他們就很有善根 趕快來供養彼婆施佛跟諸位生人 在這處國境中有一位信仰虔誠的鄉下人 生活很窮苦啊 拿到山上砍財啊 才勉強維持生計啊 他好不容易賣財得了兩文錢 就在回家的路中碰到這一行人 他見到佛打從心裡歡喜 就把他身上僅有的全部財產 兩文錢拿出來共生 彼婆施佛 黎明這人的虔誠 就降重的把這個錢收下來 在佛羅的故事裡面啊 曾經也有這個一個貧窮人 那他碰到出家人 他跟出家人說 師佛 對不起 我很窮 我窮得連錢都沒有 但是我有一碗粥 但是這碗粥已經去操生啊 我不好意思供養 那位聖人說沒關係 你把那碗超生的粥給我 把你的貧窮布施給我 他從此就是富貴的生活 但是各位不用把超生的給我啊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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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胃腸還是不適合喝那個 好笑笑就好了 現在要去哪裡找超生的東西 很難了 好第二段 當時那位窮苦的鄉下人 就是金氏 所以人家為什麼這一世是 郭先生 什麼老闆對不對 人家是過去世是怎樣的用心 不一定說盡其所人 你看兩文錢 超生的某種 所以那是心意 不是在那個東西 也不要跟人家比 因此將僅有的財富 全部拿來供養 匹婆施活 因此九十一節來 掌中藏物有金氏 一日都沒有斷過 一日都沒有嘗過 欸 貧窮的滋味 一日都沒有嘗過貧窮的滋味 你看看 在此之前 他雖然尚未得到 但術士都享有無量的福報 直至今日 他有言遇到政法教法 肖家努力就亂過了 所以布施的功德是很大的 那我們說布施有才師法師無畏師 不一定是拿錢 所以這個心意是比較重要 阿蘭以諸位弟子聽聞佛陀說的因緣 各自隨著根氣的利頓 而政著不同的國位 除了幾位得虛陀凡 有的虛陀凡 阿蘭罕 阿羅漢 這上次都有講 虛陀凡就是出國 虛陀凡就是二國 阿蘭罕就是三國 那阿羅漢就是四國 也有發無上正真道義的 更有出不退傳遞的 這個無上正真的 阿諾多羅三妙三菩提 無上正絕 這樣子 好 這個故事就是分享布施 所以故事也很簡短 我沒有敢進度啦 阿就是他就這麼短 好 第四 故事 卸力王談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對 然後他就想說大陸有很多 都期待阿 嗯 然後其實他們 又要請起 其實後來那個 那個人有發給你 心理糖 然後就到你糖 發現其實沒有請你 你那個還要 然後還有他後來又想說 像那個大陸那邊 也變成那種 請起的那種地方 嗯嗯 那你對這件事的看法 就像之前老師有提到 像台灣華西街 這種別式阿 就是譬如說他在那個 當下 像我們一般人看到 可能就會 你說還有一種 你看他轉頭 就其實是 嗯 這種其實 因為其實他沒有想 故事其實也要有去過 對 所以說那 這會讓人家 對啊 對這件事的看法 所以你要判斷阿 所以你供養 父母也是阿 他拿了錢去搬家咧 你就不要給阿 你就給他剛好能夠吃飯的 有的就是 之前我不知道有沒有講 他藝人嘛 收入很好 他就給錢給父母親 結果他爸爸 就以為他有去繳那個房貸 反正很快就繳親了 反正繳親了 就是買古董 就亂花錢 真的需要了 跟父母親說要走轉 他也沒辦法 反正進去了就逃不出來 然後買古董也是亂買 這個就是要有智慧判斷 這是他們的生活所需維護的 如果有什麼特殊的需要 最好就是再給 你給他很多 那老人家 有人沒有理財的觀念 那有時候就被人家怎樣怎樣 然後通通那些錢也沒存著 剛剛講的這個假的 假的貧窮的人 旗蓋 你給他華西街 拿的錢去華西街消費 那也是跟他解下不好的緣 就是我們 就是幫助他去做不好的事情 所以要判斷 所以通常以前有人來募款 我說我都會給一點 但是剛好就是他的車錢 他的餐費 那你這個單位什麼 我要調查一下 我不會這樣跟你講說 我現在手頭上不是很方便 你這個資料擺著 尤其現在要Google 以前有一個那個什麼 921地震 然後曾經有人廟來這個募款 他就說 你這個廟什麼名字什麼電話 他說我們都倒了啦 也沒電話也沒什麼的 他就給一筆錢 然後他剛好有同事住附近 你們那邊有廟什麼 後來說已經都沒有廟 但是也都沒有聽到要蓋 所以就被收走了 所以這個就要一點判斷 要一點判斷 當然有的人他可以造假 什麼證件什麼貧窮證明 什麼什麼單位 這個 還是要查詢一下比較好 不要太出手太多 然後就說 給他當盤子 我們慈悲沒錯 但是不要給人家當傻瓜 那就很不值嘛 當笨蛋更不值 還是要判斷一下 有些場合有些不理想的集團 有的人就故意抓那個小孩 把他弄殘廢啊 然後就叫他們去要錢什麼的 那個也是有這種集團 然後大概是黃昏了 然後車子出來就把他都又載走啊 啊當然錢也載走啦 這個是早期啦 現在比較少 這樣沒生小孩 小孩小也都顧得很好 所以都是還要判斷 回到布施要有智慧 你一時沒辦法弄清楚 就細水長流嘛 怕什麼 有錢還怕沒地方花 好我們來看五十三月 久遠以前 摩內陸這個城市 有一個專門跑山區做馬賣的商人 叫阿九流 由於他精打細算眼光卓越 獲利總是高於別人 多年經營他也不錯啦 整個城市有一半的人口 是仰賴他的產業所生存 可惜呢 他擁有成千上百的普從心口 卻沒有能夠看過天理的循環智慧 他總是信誓旦旦地向身邊人說 這世間是不存有因果的 什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都是騙人 這裡就是跟同學分享 你不信就罷了 不要去笑那些相信的人 有人相信上帝 有人相信阿拉 有信總比沒信好 當然迷信 迷信也總比怎樣 亂信好 信那不對的 他迷信 但是他至少還迷 但是還知道做善事 還知道扶持他們的宗教 如果那個迷信是錯亂的 什麼雜交啦 什麼配對的啦 什麼掛羊頭賣骨肉 那當然就不行了 也有阿 那個剛剛講那個什麼 那種 綁票的啦 然後 不好的集團 然後抓了 就是有的是離家出走的 男生女生 然後餵毒 女的為倉 男的為道 就這樣亂搞 那現在的警察都很厲害啦 那個攝影機也很方便 但是就是寧可 我們靠自己的能力 賺多賺賺少 不要做那些傷害 道德規範 傷害我們父母親面子的事 都要小心 好 你們想想看 我們人類是由地水火風 世大做出的 死了之後 就成歸成 哪有什麼輪迴再生 你們這怕是 對 我們的軀體是成歸成土歸除 但是靈魂 靈魂是會輪迴的 所以他講的是一半 但有人就相信 倒數第五 口中老是說 精神不善 業障隨行 那是大錯特錯 告訴你們 人生在世 有的好事壞事 無論你心上所想 口中所說 身上所做 或是躺進棺材那一邊 都自動的消失了 所以好好享受 別的那些人綁了 手腳 自己不自在 所以有人講話 都似是而非 然後他有時候是因為有點 社會的地位 相信人更多 可是真理還是存在的 不會有人都相信 但還是有人去聽他的 最後一行下面 阿焦羅的偏執 無論親友都不受動搖 久而久之 再沒有人主動 向他提起輪迴的觀念 第二段 某一天做慣了內陸生意的阿焦羅 突然想召集五百位小商人 一起到南方的海域去挖堡 他認為一生縱橫商場 從未親眼看過海 也不曾經手海中的醫保 未免遺憾 所以就帶領這一群人去 浩浩蕩蕩想南方 除了五百位來自內陸的商人 還有許多共能做齊的載獲的心口 阿焦羅不曉得他此行最大的誤判喔 所以暴政比什麼更可怕 比那個納稅更可怕 錯誤的判斷 那政治是全軍覆沒 就是這些夥伴與心口 都長期生活在內陸 不曾走過一趟南海的路 所以一趟就是很大的危機 所以有的人說 葬事他年輕 我爬過山 帶了一瓶水 帶一塊麵包就要去登山了 這都很危險 你不要小看 這個氣候一變化 下一陣雨 除非你有帶雨衣阿 那沒帶傘喔 最好不要去爬山 天雨怎樣 路滑 容易滑倒 容易墜落 那你又一個人 那真是非常危險 爬山最好不要一個人 你去大安公園可以一個人 這個國父紀念館可以一個人 你去那個山上 連泡溫泉最好不要一個人 真的 那有時候心臟受不了 尤其我們 不是從小就泡溫泉的人 天氣冷氣泡溫泉 人家日本人是從小就泡溫泉 你如果沒有從小泡溫泉 沒有習慣 超過五分鐘 你心臟受不了 又緩應不來 又呼喊不來 那就完蛋了 所以最好不要單獨 泡溫泉 你沒有經驗的 不要超過五分鐘 他們依照地圖 一路燃行 走了幾天 這個越來越荒涼 事先準備了暗部 遠看水源也沒了 食物也沒了 路途越來越險惡 兩邊還寸草不生 要水沒水 要涼無涼 你看 叫苦連天 眾人小心翼翼 用了僅存的糧食 脫著疲憊的步伐 所以你看 所以 像部隊也是 你要一路補充 那你是商旅 也是要一路補充 你是去旅遊 也是要一路補充 你不能就這樣子 吃乾麻禁了 就沒有 好 但是又勉強 倒數地 勉勵之死 很多事情不要勉強 量力 勉強一點點可以 不要太多 這樣一拖下去 就是走上絕望 但也走上絕路喔 我那天跟他們的一個班截分享說 去對岸被人家 那個那個也是用威脅的 多付一趟車錢二百六 二百六乘以五倍嘛 那能夠用錢解決就用錢解決 就這樣子 一千 合台幣一千多塊 就這樣 因為我不小心說我是單獨一個人去那個地方 所以人家說一趟是二百六 我其實跟他講 講好是來回 不可能去然後不回來 我幹什麼 我去那邊跟你們藏住 但是他就給我家面揮 你知道 所以錢能夠解決就付了 好 倒數第二 就怕我消沉的意志 脫垮了同伴 只能默默祈禱啦 但是有時候真的要面對現實啊 祈禱也是 嗯嗯 好了 五十五月 兩朝飲食都用盡了 他還沒有找到耶 終於有人支持不了了 哭了 哎 我不知道這邊藏了什麼孽 要渴死在這個荒山野外 你看 有的人說 爹娘 兒子不孝了 沒辦法奉你們到終老了 對 而且這有傳染性的喔 對不對 你打個哈欠大家都打哈欠 你一個心情不好哭 大家就跟著哭 所以都要散播正面的能量 看是回頭還是怎樣 所以一定那個路途都要打聽好 該補充水就該補充 該補充糧食就這樣 好 第二段 他挑選幾匹身強力壯的馬兒 教育有親信分頭找 欸 都沒有你才來找 來不及了啊 快要用一半了 三分之一你就要一直補充了 你有消耗就要補充 你要消耗就要補充 一樣你累了就要睡 你不要三天三夜補睡 然後三天三夜不吃 把身體搞壞 朝另外一個方向進 阿嬌羅走了片刻 遙遙看見開塌樹 他想樹下必定有水 一定趕快過去 看到一個容貌端正 魁梧的男子 對方開口歡迎到來 你可以要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有利害喔 那阿嬌羅雖然不是明白他意思 也是很高興啊 那難得就問他 你為什麼來這邊 他不遠處 我們還有五百人 還有深處命在淡系 等著我淡秋 那你現在需要什麼 給我一些水喝啊 我已經快要渴死了啊 然後呢 這個就舉起手來喔 只見五穀清澈的水 從這個蘭澤的五隻 指尖流下 哇這很快耶 比飲水機更方便 飲水機還有一道水 那五道他趕快湊過去 清涼乾美的泉水 一路熟 數日的疲憊頓時解除 他貪婪的飲水 他的清泉直到滿足 水也不再流出 他又向他要食物 同樣的呢 手一伸出來 哇通通油 所以帶這個就好了 帶那麼多人幹嘛 只是呢抓緊時間 這幾天來大家都沒辦法的 趕快就請他了 吃飽以後呢 也以為阿舅流就心滿意 沒想到他就在住在世下大聲哭啦 然後問他是什麼啦 我雖然已經不再飢餓 可是我們還有五百位同伴呢 好吧好吧 那就把他帶過來 下一段 阿舅流就快馬加鞭 就把他們帶過來 就說有這麼一回事 好來 五十七月第一行 他們立刻整頓的殘餘的身處跟行李 一路跑來 看見那個人在那邊 知道他就是口中的貴人 就放下手中的物件向他行李 你沒有什麼需求 我希望你給我們的解除即可 就這樣喝了水 然後又吃飽了 第七行 隨後呢 男子凡事在場 然後各位要住哪裡啊 目的又什麼 我們這次的要到大海去撈寶 想不到這半路了呢 已經快要快要掛了 男子聽了就說 好 你們要什麼寶物 心裡想就好了 我指尖就通通給你 那就走一半路 通通不用去呢 你看 倒數第四行 高舉納山 神奇的手 薩拉間 金銀琉璃 水晶 山湖 瑪瑙 琥珀 戴帽 車聚 夜明珠 還有什麼沒講到的 黃金美鈔 還有比特幣是吧 娃通通 如瀑布般的卸下 眾人看得雙眼發直 過了一會兒才回過神了 趕快去抓啊 裝啊 好 五十八月 最後 阿鳩羅一心人 心滿意足 踏上鬼土 騎乘前 男子叮囑他們 各位今日滿載而歸 心裡一定很高興啊 可是我有話要勸各位 回去也要布施 遇到缺乏食物的 衣物的 錢財的 包括現在大家要買縫 你知道嗎 還有臉物 還有釋迦 買些貢伯不錯 買水果貢伯 買花貢伯會越來越漂亮 不是只買這些 其他大家 不是吃剛剛喝水然後要吃食物 都是均衡 千萬不要吝嗇你所上的財物 要盡可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因為這個男子就滿足你們 所以你看佛菩薩就是度化眾生 可是眾生怎樣 希望人家滿足他 他會不會滿足人家 那就阿彌陀佛不曉得了 自古來 第四章下面 自古來有個道理 監獄的人終必怎樣 貧困 慷慨的人怎樣 越來越有錢 錢是花了才叫錢 錢不花叫數字 請各位要牢牢謹記在心 你看這個就是來跟他們說法 遇上彼羞彼羞 或在家修行難以重 請忘代我請求他們為我祝願 使我藏著他們無量功德 得無量福 使我手中藏出各種寶物 所以你不拿出去 永遠就只有甘手症而已 永遠要布施一切有情眾生 無窮無盡並使我早日脫離荒野 有福泡有內 但是他還是被困在這邊 得以周遊各處廣行布施 利益一切苦惱眾生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棵樹 沒有腳被綁住了 所以阿彪陀佛聽了他這話 知道眼前不是簡單 立刻跪拜 你是人還是妹 所以倒數第二 我不是天龍鬼神 我是惡鬼王 在前世中 我是非常貧窮人 因為無家可歸 每天都坐在城牆門 不過我人自不窮 心中常懷善念 敬愛所有出家摘壓修導人 雖然自己無力不失 但是有見到人不失 就待他歡喜 所以聽到重點沒有 我們做不到 別人再做 我們就要拍拍手 也得到commission 知道嗎 人家做善事 要讚嘆 做得好 做得好 心生歡喜 有一天 家設佛 虐盤 遠景 所有出家人都來肩上全木 城裡的男男女女 無論貧富貴賤 都是他們化年對象 當他們脫波到我的面前 我告訴他們 我一無所有 但是我知道哪家人 善言深厚 慷慨大方 也知道哪家人 對出家人不友善應該避開 因為你去就沒了 去要做什麼 說著我們就伸出右手指向城內 為他們指點方向 你看他就是這樣功德而已 過了不久 見他的玻璃滿足災石 從城內走出來 我歡喜心由來而生 為從他感到高興 後來國王激勵為家設佛 建立一座莊園的七寶塔 我就時常將手放在塔上 忠心祝願 希望佛持廣大 是我大福報 偶爾國王盡献共平 到佛塔後 我也跟著進去伸手發願 願佛垂齒是我大福報 就是這樣的因緣 讓我今生得以自在如意 你看指尖就要什麼有什麼 這一段倒數第二行 我從未 倒數第三項 全是貧窮 從未親自布施他能一分一好 一週一換 再加上我飲酒不定 總是有一餐每一餐 偶爾犯九戒 所以今世所有享有大福報 但是也能當惡鬼王 因為他前世是這樣 但是因為花心讚嘆 然後指著人家脫波要有東西 所以變成這一世有福報 好最後一行 阿鳩羅聽完鬼王的故事 心中感慨萬千 我從前不信世間有因果輪迴 對不對 他就不信嘛 一天到晚跟人家洗腦 以為善惡有報都是無稽之談 想不到今天怎樣 碰到恩公阿 碰到恩人阿 所以我們要對我們左邊人說 你是我的恩人 來轉過去 恩人 你要對你右邊人說 你是我的貴人 對 真的阿 你每天都這樣講 你就真的真的會碰到貴人跟恩人 沒有騙你阿 那是你才告訴你阿 好 六十月 第二句 以為善惡有報都是無稽 想不到今天碰到恩公 不能讓我確認人生有來生 人有來生 而證實了做善必有善報 做惡必有惡報道理 從今晚後 我一定要把握時間 假緊行善不失 若是遇上他能有求 必定盡心盡力 做到對話 對啊 所以人家來問我 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講到嫂子 不然就今天先到此為止 接著阿俠羅帶著五百人 拜別惡鬼王 沿著舊路回家 因為你們要的都得到了 碰到貴人恩人 從那天請他發了大試驗 不惜奉獻出從惡鬼王 所得到的珍寶 以及自己從前所累積的財富 對所有貧窮估了 行無量不失 並且日日供養八萬四千修道人 而這樣無師的善心 使得阿修羅往生後得生刀立天 享受人間的福報 人間的福報 那真的說也說不盡了 你什麼九點三億算什麼 那就簡直是在人間的九點三塊而已耶 好 有沒有問題 所以是你的心量的問題 不是說我有多少錢 我有多少東西 我跟老人家一起走 雖然我已經那個年齡了 但是有人動作比較緩慢 過紅綠燈阿 我也會陪他們 但不會說 我陪你阿 我給你勾 我就默默地走到他旁邊 阿默默地陪他們走過去 阿如果那個車子衝太過 我舉手 拜你臉 STOP 阿這個也是布施阿 我要免開半線 對吧 因為我劍步如飛不是嗎 氣 臉色紅的不是嗎 雖然快要七十歲 所以這個就是因為你布施 你行善我們沒有惡口 所以就是佛菩薩給我們精氣神 做更多善事 這樣叫好 沒什麼好驕傲的 明年做七十歲生日 這樣講而已 不是真的要做 這生日就是母爛日 是母親經過一場苦難 才把我們生下來 所以女人多偉大 所以那種變心的男人真是 真的 他為你持家生小孩 有的還沒點薪水 要個零用錢罵得要死 真好開 好 這個是早期啦 你重貞的地位比較抱歉一點 現在就不一樣 好 那我們再來第十一個故事好不好 當神童 神童思孝 古時候有一位刻苦精進的阿羅漢 獨自坐在深山 日月今休 只為了求無上大道 阿羅漢所在的山頭 有一個村落 住著神童 由於素勢善根深厚 所以呢 一個人 智商很高 或是他很聰明 那當然都是有行善不失來的 最好都是做善事 不要用那個小技巧 然後尖巧 然後害人家 或是得那個不利的財產 那個都不行 那天有一位 這個輔導 有一位老師輔導一個自閉症的學生 那個自閉症的人 有的自閉症的人 會不會講話 但是很慈善 他說他輔導那位都不說話 就用筆談的 但是他對人的敏感度非常的 到位 這個人怎樣 那個人 這個小傢伙很清楚 所以就問他一些問題 到最後大家都溝通無礙 最後說老師你最了解我 所以這個老師就說 有沒碰到這麼精密的學生 雖然他自閉症 為什麼會自閉症 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只是說各有各的狀態 但是因為他的 就現在講神童 就有人就 對人的那個敏銳度 就有人對素姿的敏銳度 有的對電腦敏銳度 有的對什麼 這個是素姿因緣 所以我們都最好 都是走對的路 做對的事 好 第三行 小小年紀又擁有異常人的智慧 七歲 就慈悲的寡母 踏上仿道之路 不久他就找上了阿羅漢 阿羅漢堅難年紀小 但是天資充裕 信念又深 就收他為徒弟 就成為小沙咪 我們講過小沙咪 就叫小師父 二十歲以下的出家人 就叫小師父 二十歲以上 他受過巨竹界 就不能叫他小師父 他雖然是很年輕 但還是要叫師父 老師父 老師父呢 像我就可以叫老師父 雖然這樣有點沒禮貌 老是因為他年紀大 老法師 老師父 也有的老的出家 老師父 對他其實那個也是一個稱呼 對我們來講那都是個稱呼 沒什麼 好 除了每天盡心 侍奉阿羅漢 修行路上也不懈怠 到了他八歲的時候 你要七歲去出家八歲 就得到各種神通 他的眼睛能夠側見一切處所 而若能聽一片一切神音 這天眼通還有天耳通 然後還有在空中會叫神族通 能夠隨意變化 能了知過去叫宿命通 對他的人能知道 宿式的音樂叫宿命通 只要盡心煩躁 過去的回憶就相信 好 無限腦中 好 下一段 這個你們要不要 前一段就經營財寶 這一段都是神通 要不要 沒人敢要 因為沒修 沒修當然不好意思 要修就有了 好 第二段 這一天呢 神通錄定的時候 照見自己過去生的經歷 臉上不僅露出微笑 阿羅漢見他定鐘 就問他啦 然後說我見了前世今生的 眷屬種種痴心執著 所以不僅發笑 所以佛菩薩看到我們也是愛笑 盡做一些 好 讓他微笑的事 五世以來我淪為人道 先後投身到五位母親的腹中 人類啊 人類啊 人類的他們為我奏夜啼哭 悲傷憂愁 只要我一想起 他們的憂傷就停止 我一生而害了五母 使他們不能安安穩穩 自日再再的過日子 我生如昭露來去自如 五母為母親呢 卻把我釋落珍寶 好 盡視呵護 白白瘦的許多虎 見他他們痴情 真的 所以我覺得我不適合談感情 因為我很重感情 然後這樣感情談下去就會很痴情 那這樣划不來 我的青春歲月就在那邊 真的啊 我們是很重感情 知道你的人格特質 oh no stop 到這裡就好了 不要再下去 那就再下去就很麻煩了 非常麻煩 因為我們也懂事有同學朋友 為愛痴狂 為愛... 好 第二段 我這一生來到岩芙堤 岩芙堤就是縮樸世界 就是我們生活的地方叫岩芙堤 經歷了五世的輪轉 然後呢 第一世的母親生下我 隔壁的小孩子同一生出世 可是我跟我母親的緣分很短 出生沒幾天就再見 所以你看生老病死 我常常講 有的沒幾天就說再見 此後母親只要見到靈人的兒子 牙牙學矣 模仿大人的表情 搖搖晃晃晃 他的內心怎樣 悲痛 然後就外在表現哭泣 一定的 你們有當母親的 那小孩就是像你的心頭肉 很多為了小孩不忍心離婚 為了小孩子 然後就一直悲屈下去 很偉大 母親是很偉大 好 第二段 就第二世 第三段就第二世 母親生下我 因為緣分已盡 我又找妖 只要她看到別人的小孩吃奶 她就想起以前哺乳的 你看 又惹她媽媽生氣 你看這個小孩真是來幹什麼 你看 一個一個招他一個母親 好 最後一行 第三世的母親 跟我相去的時間稍短一下 十歲離開啦 那也是很夭壽的 這不是罵人的話 就是很短受 十歲就走了 我們之前也問了 下發了一下句點 可是孩子怎樣 不是 她每次用餐的時候 就會想 如果孩子在我身邊有多好 你看 第四世 我的壽命又長了一些 到二十歲 之後母親看到我年齡相仿的 嶺兒娶嫁 總是滿腔的悲憤 你看 會想啊 我的兒子如果再是 哎呀 也該娶媳婦了 對不對 我也該可以抱孫子 好 再下一段 到了這一世呢 我七歲就拜別母親 離家訪到 她其實沒事就想出家 你看不早死卻是早早出家 跟隨父親在山中修行 雖然得了神動力 也讓我看見母親在家裡也是哭啊 為了此生不能跟兒子相親 為了我生死 為我說分飽 為了我的健康 所以 這個 歌親慈愛 這個就是 要父母親同意啦 至少他們能夠放下 那我是因為兄弟姐妹都結婚剩下我 所以我媽媽問說 那妳想怎樣 我說就去出家吧 她就沒反對 我沒有逃跑 但是我從小就是希望 走這條路的 所以也剛好碰到這樣的父母親很理解 不過我出家 我爸爸已經不在了 所以就這個沒有障礙 好 最後一段 在五世當中 我有緣跟這幾位女子成為母子 卻不能好好笑容她們 更因為不可測的生理死別 而隱患她們無限的痛苦 假設能夠讓我自在 我來去自如 無有增見 五世的輾轉生死 只不過 換了幾乎其可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看了這個故事 也知道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她的前世 每一個人 你可能因為有種種的因緣 所以我們何忍去傷害別人 不要再說說害 現在是傷喔 還有害喔 欸 害不是更嚴重 讓人家傷心就很捨不得 何況就害她們 好 六四月第一行 第二句 也許她們就不至於悲傷到難以自拔 甚至要為親身 這個世間的愛意糾纏 真的欸 親情 愛情 友情 友情還比較淡一點 那個愛情 親情 束縛啦 又老是讓人愁苦 這世間的悲歡離合 這男人說 老婆老婆死了再娶一個啊 母親死了就沒了啊 既迷惑人更是累人 到了今天 我雖以心如止水 難以回報她們的親情 然而母親永遠對我念念不捨 既痴迷 所以我才會打從心裡感到 發出那樣的苦笑 而我又想 凡人不知道 物有成住壞空 因為有成所以有妹 人生也是如此 有出生必有死亡 生離死別 所以各位來上課 知道這個真理 要先把自己的愛恨情仇放下 然後呢 能夠讓我們身邊的人 也能夠接受這樣的真理 凡人智慧不開 不曉得其中的道理 只知水波逐流 生生世世造業受暴 我曾目睹三惡道中 無數造業眾生 各位看的只是人間喔 三惡道更是苦不堪言 那那個苦是加了好幾倍 畜生到惡鬼道 剛剛不是惡鬼王嗎 惡鬼王他有的有福報 還可以布施 但是不自由啊 多劫以來受無禁止的痛苦 而求出不得 看到這一幕 我真要替盲昧無知的世人感到害怕 幸虧我覺悟的長 又受到佛陀與師父的教誨 幾經啟發 以人收受六根 六根就是掩耳鼻舌生意 不起妄念 自然也就沒有造惡的念頭 所以常常跟同學們強調 我們沒有機會修善布施 但是千萬不要有造惡的念頭 自從我得神通利後 見五位母親執迷不悟 反映為我湖泊命淺命短 你看 所以真的早死早超生 真的有的人生因為病苦 那就走掉 走掉就好 真的拖累 我們都用世間人再救 再依啊 這其實是折騰 而終日哀寧 更見苦難的眾生日夜為名利 情欲 急急盈盈 不知道悔悟 然而眾生根氣未熟 我又如何欠告他們 所以下一段 不斷恩愛所奮灰難如智 不理情勢障 如何脫身時 蛇為真種子 其為智覺悟 眾生根身熟 勸化便 蛇錯 無為物 他這邊有因 就是互相的抵觸 你跟他講他不聽 反而就說 你們大家排泰 氣欲負何言 一笑當自去 所以佛度有緣人 有緣的先度 沒緣了 我們就回向給他 也不要說 你們業障深重 都說不聽 我們也不用一直感嘆 一直消沉 能做的 我們就先 能度的 就先度 能感化先感化 所以 浩波浪當到了 第十二篇故事 所以這很淺的話 就是抓到他的精髓 所以你看我們累生 他是講五四 如果有了可能就五十四 二十四 那還當人 那如果沒有當人 那更是苦不堪言 我們來看六十六頁 海若現行 起個頭 九元以前社衛國有五百位商人 要入海財集寶物 卻凡人領導 所以這故事有些是 有搭著搭著一個頭 好像有點一樣 請了一位受了五屆的賢者 一起前往 這位在家居士 才德兼備 便才無愛 眾人一致認為他是可以的 航行不久 還是好像突然冒出一個大物 齒身齒物渾身 親中帶黑露出兩排又尖又長的牙齒 頭上還有火蛇 仔細一看原來是巨大的夜叉 身手就要將船牽走 然而這恐怖的夜叉卻是海神手幻化 他吃牙裂嘴逼近床上的人 這世間還有什麼比我更可怕呢 這時候領導就出來說 當然了世間有比你更可怕好幾倍的 他說什麼 他說世間有最疑痴的人 照作無視惡業殺身偷盜邪淫無惡不作 這個叫五屆的相反 還有妄語兩食惡口奇異貪欲稱惠 邪之邪見樣樣皆反 這種時候唯一的結果就是墮入什麼 無間敵 你不要說你沒看見 所以我們要因此為警惕 受無量苦在地獄 獄竹夜叉會用盡各種刑罰跟手段折磨罪人 或用刀桿或用策略 或讓身手益觸 屍體分碎成數千段 接著放在石舊中磨成了 你啊 第二行除此之外 上刀山爬劍樹 躺火船下油鍋 進冰水泡廢尿 種種可怕的故意一樣不少 如此受罪數千萬年 無間地義就時間無間 沒有間斷空間沒有間斷 還不見得能解脫 這樣遺失人所受的罪報 比你可怕你這個算什麼 你長得比較大隻而已 所以就不見了 船繼續航行 他還是不放棄 現在變成一個獸子來了 他就問啊 世間上還有比我更瘦的人嗎 他說有啊 然後說誰啊 遺失的人 心量狹窄 貪心吝嗜 嫉妒心強 生前不知不失 死後到惡鬼道 惡鬼道就長這樣子 又瘦又醜 然後水一進他嘴巴呢 就變成火 最後一行 船又寄行的景點 還生變成一個行榮端正藝術臨風 你有沒有看過像我這樣好看的嗎 寒森boy 好就有啊 他說世間有一個聰明人 奉行十戒 隨時保持身口慾的親近 所以你就不要怎樣 你的容貌是你的身口欲造成的 不是去醫美 好 我看就快要到結束了 不然就跟他講下去喔 好 然後下一段 他說 那我手中有什麼海水啊 這個賢人說 你手中的海水很多 你怎麼講 我怎麼相信 他說 他說這是稱 倒數第六行 這是稱千真萬確 一點不一樣 我要證明給你看 海洋的海水雖然多 總是有乾的一天 當災難來時 天上會出現兩個太陽 等等等等 這個六十九月 講了七個太陽 等等等等 這個就是 以後是不是 我們就取代來日啦 所以我們就怎樣 第三行 只要有人堅定信念 以一瓢水供養一火或供養生人或奉養父母或救濟貧窮或施捨勤送 這功德怎樣 就像海水 不會消失 下一段 海神廳呢 很高興 發喜 就將他們送到有寶藏的地方 所以你的隔壁 左邊的是什麼人 恩人 你的右邊的是貴人 欠群也沒有關係 都是好人 好 所以這個故事就講完了 我們就來下課 好不好 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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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供臣佛道 南無披露則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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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